所以今天要讲第一个单词叫ditch 讲说这个抛弃 仪器跟丢弃 to get rid of something or someone that is no longer wanted 你讲说你今天没有想要就把它给丢掉嘛 今天讲丢弃是想要这种单词嘛 dump dump 或像我之前讲discard 你讲discard to toss 都可以讲说丢弃 ditch可以讲水沟嘛 你讲说那种沟渠 对 豪沟可以叫ditch 衍生出来也可以讲说把它抛弃的意思 看一下例句 逃离现场用这个车辆 被丢弃在巨枪劫地 我们讲说这个抢劫地 好不好 讲说这个养一里以外的地方 the gateway car had been ditched a couple of miles away from the scene of the robbery 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Sara上个星期把他男朋友给甩了 你知道吗 did you know that Sara ditched her boyfriend last week 对不对 abandon嘛 对不对 你讲ditch 把他给抛弃就abandon嘛 对不对 把他给丢弃掉嘛 对不对 你讲abandon嘛 对不对 好 往下看这个单字 先要学这个单字你讲 叫这个所谓pervasive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很重要 pervasive pervasive就是讲说这种 这个充斥各处 你讲说弥漫跟遍布的 present or noticeable in every part of a thing or place 你讲说这个地点 到处都是嘛 对不对 非常的ubiquitous 对不对 也补充一下好不好 这个单字也很重要 你讲到处跟遍布 然后补充这个单字 ubiquitous 来 pervasive 要会 你讲说就是到处都是 可以上去 pr-v-a-s-i-v-e 看下例句 你讲 弗洛伊德影响 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the influence of fruit is pervasive in her books 你看这第二例句 到处弥漫的柴油味 a pervasive smell of diesel 来这最后个例句 你讲说改革受 这个正受到国内 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侵蚀 reforms are being undermined by the all pervasive corruption in the city in the country 很重要 你讲说这种普遍存在 你可以搭配一个副词 all pervasive 哪里强调用 这里可以上去拿这种用法 all pervasive ok 所以刚才讲这单字要会 好不好 ubiquitous 可以上去一下 u-b-i 你讲这个 q-u-i t-o-u-s ubiquitous 可以上去知道一下 很重要 ubiquitous ubiquitous 到处都是 似乎无处不在 是不是 ubiquitous 这单字其实是 也算幽默 但是其实蛮正面的 不是 是蛮正式的 是错 来 你讲说名词 可以上去 ubiquitous 你讲 u-b-i-q-i-t-y ubiquitous 你讲 就是说 无处不在 你讲 这个普遍存在的意思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我看一下 你讲pervasive 有些什么相关的 这词类变化 你讲他的这个动词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你讲说叫做 pervade p-r-v-a-d pervade pervade 你讲说就充满 跟弥漫 当然动词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pervasive 可以讲到处都是的意思 好不好 我再看一下 为什么词类变化 你讲说这种 pervade之外 你讲pervade pervaciveness 到处都是这样的性质 等于什么单字 ubiquity 对不对 名词你要对应 对不对 pervasive 等于这个ubiquitous 那如果假如说pervaciveness 就等于ubiquity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看吧 现在要学这单字 你讲叫做untangle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很重要 untangle 你讲tangle 可以把它讲说 是交杂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untangle 你讲说是把它给厘清 你讲说把它给 这个整理的意思 好不好 通常那种非常复杂的问题 to make a cognitive substrike of problem or its different parts clear and able to be understood 讲叫untangle 看一下例句 你讲说 其实原本的意思 就是把它解开这个绳子 对不对 所以看这个 解开这个复杂难题 的这种例句 你讲说 理清该案 牵涉到复杂法律问题 花了很多年时间 it took years to untangle the legal complexities of the case 往下看吧 现在暂时 你讲学 这叫hemi 可以稍微学一下 h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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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说 其实就是非常的exaggerated 讲说夸张 做做的 非常过火的 对不对 非常做做 是不是 非常的artificial 对不对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used to describe an actor or acting that is unnatural and uses too much emotion 对不对 太多这种情绪了 对不对 你讲说 太过于这种 所谓的这个夸张了 对不对 太过于这种 所谓的这个感情上 你讲 太过于强烈 对不对 太过于这种夸张话 可以这么说 hemi 看一下例句 你讲夸张 做做表演 a heavy performance 通常这样搭配 下看吧 像学之单字 你讲叫yoyo 可以稍微喜欢 重要单字 yoyo yoyo除了讲说 这种溜溜球之外 对不对 你可以讲 就是说像溜溜球一样 你讲摇摆不定的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 这个所谓的 就是不断 仿佛变化的仪式 你讲 used to refer to something that moves up and down quickly or something that changes repeatedly between one level and another 对不对 讲说不断的在 两个阶层 一直摇摆的 你讲说 一直都不稳定 可以这么讲 你讲说叫yoyo 所以讲说 这种间歇性的结石 yoyo dieting 对不对 这种对身体 不是有效果 对不对 结石就是要怎么样 非常consistent 对不对 不容这种yoyo 讲说那种间歇性的 一下有结石 一下没有结石 那基本上 等于就还是 没有成功结石成功 对不对 可以少取啊 yoyo dieting 可以少取啊 这个说法 来 补充的说法 flunctuating 你讲说也是 讲说那种就是 可以少去学一下 你讲说这个 flunctuating 这个可以少去知道一下 很重要的单子 你讲说这个 应该是有拼错 你讲说flunctuating 这要少去确认一下 可以少去知道一下 你讲说你讲摇摆不定的意思 你讲说这个 flunctuate 你讲说flunctuate flunctuate 他读flunctuate flunctuate flunctuate 你讲说波动 起伏不定 对不对 所以你讲就是说一样 就是不稳定 对不对 你讲flunctuating 如果你要说是使用词 可以去一家 ing 就正在这种起伏不定的状态 flunctuating flunctuating 可以少去 对于yoyo这种说法 仔细看一下 我刚才这个yoyo 当使用词 可能有个用法少去一下 没有 他没有说一定要 白名词前面 用法上没有特别去限定 那就往下看吧 像一单子你讲 叫fat shaming 可以少去一下 蛮重要的单子 你讲fat可以讲说 是肥胖的意思 也可以讲脂肪叫fat 什么叫fat shaming 你讲sham可以当名词 你讲就是说 那种羞辱跟侮辱 但是也可以当动词 很重要 当动词就sham伤完 你讲说to be feel ashamed you feel ashamed that means you feel very guilty of what you have done 你对你之前过去做的事情 非常感到愧疚 你会讲feel ashamed of something you have done 不是humiliate humiliate是讲说 是别人故意 别人去羞辱你 你自己没有搞到羞耻 是别人去故意羞辱你 那个叫humiliate 跟这ashamed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 要比较一下 很重要 这也稍微补充一下 所以讲说sham 可以讲说耻辱的意思 fat shaming 你讲说名词 你讲说其实胖人羞辱 因为某人胖 而对其进行羞辱 好不好 叫fat shaming the act of criticizing will draw attention to someone for being fat making them feel embarrassed or ashamed 对不对 可以稍微许一下 对不对 非常不好 对不对 有时候肥胖有肥胖 有时候肥胖有肥胖怎么样 attractiveness 对不对 所以稍微知道一下 来 也讲说政府应该能够发布健康饮食建议 同时避免胖人羞辱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issue healthy eating advice without fat shaming 对不对 可以稍微许一下 很重要 好不好 那也可以当使用词啊 你讲就是说这种所谓胖人羞辱的 好不好 可以当使用词来使用 看怎么使用 他发起这个运动反对胖人羞辱的这个广告 好不好 可以稍微许一下 she campaigns against fat shaming advertising 对不对 可以稍微许一下 所以fat shaming可以当作是一个名其 可以当作使用词来使用 我们讲说这个胖人羞辱的意思 来吧 我下个这个单词 你讲叫tough 很重要 tough tough可以讲说是食物非常老的 你讲不易切开或是咬不动 你讲那种肉煮得太老 可以稍微许一下这单词 tough tough is difficult to cut or eat 对不对 你讲说我今天学过一个说法 大家看一下 你讲说这种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就是 这个形式越艰难 勇者自越艰 对不对 稍微复习一下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对不对 稍微复习一下 前面的get要用s 因为the going是一个形式 是把它当单数来使用 但the tough是一个群体 所以是复数名词 所以我们要叫get不加s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讲tough可以讲非常强悍 跟一个人非常英勇的意思 也可以讲说是怎么样 你讲非常结实跟坚强 对不对 你讲说tough 也可以讲就非常strict 非常stern 非常严厉的意思 但你要记起来 tough可以讲 a tough situation 非常strict situation 可以这么讲 所以要稍微知道一下 tough 我现在要讲这个意思 肉非常老 非常硬 很难吃下去 很难嚼的 可以叫做tough 这块牛排 是非常不好绝 不然这个咀嚼 this steak is very tough 这些苹果的皮很老 this apples have tough skins 可以稍微学习这个说法 来 补充一下 当然一下 如果讲说这种食物非常软 你讲说那种软 也不是非常有滋味的 可以稍微学习 robbery 复习一下 你讲说这种吃起来非常软 就是 你讲robbery 吃起来感觉不是滋味 对不对 robbery 就是太软不是滋味 太硬也不是滋味 对不对 要中间要怎么样 非常有嚼劲 对非常chewy 是不是就非常棒了 对不对 你讲说就要借这两者之间 不能太软 太软非常的robbery 你讲说吃起来很奇怪 很恶心 对不对 也不能太硬 太硬的话 吃起来牙齿难受 非常tough 也不行 对不对 要记得在这两者之间 非常有嚼劲 非常chewy 是他最喜欢的 对不对 这三个单字一起 把它统整一下 好不好 可以稍微去把它联想起来 往下看吧 下面这单字要学的 你讲说叫做这个 tiebreaker 可以稍微学 tie可以讲说关系的意思 你讲说可以讲 就是说这个平手叫tie 很重要 这边tie讲平手 所以tiebreaker 你讲就是一个 这个加时赛跟决胜局 因为两人打平局 所以他再多加一个这个赛 对不对 可以这么讲 tiebreaker extra play at the end of a game when both games when both pins have the same points to decide who is the winner 对不对 可以稍微学 叫tiebreaker 好不好 很重要的这种比赛 这种说法 tiebreaker 你讲说这种说法 应该没有问题 来补充一下 你讲说这种关键 决定谁胜负的 这样一个分数 可以稍微学 game point 好不好 这也要回 game point 可以稍微去补充一下 很重要的说法 这边居然没给game point 你讲it's a game point 你讲就是说一个取决于这个胜负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分数 这边居然没有给这个说法 来看一下其他字典好 你讲game point很重要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好不好 决胜分嘛 对不对 game point 体育相关的这种决胜分 你讲it's a game point 是不是 可以稍微学一下 这个恩外补充的说法 往下看吧 稍微学这个单词 叫就这个华丽的展示 你讲盛大的这个庆典 可以稍微学一下 叫pigeant 很重要 pigeant 要这样读 pigeant 不是pigeant 看我读错 你讲pigeant 想要什么男子 p-i-g-o-n 你讲那种性格 是是 这要读pigeant pigeant讲说 any colorful and impressive show or ceremony 对 非常这种漂亮的 非常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 这样的一个典礼 这样的一个表演 可以叫就pigeant p-a-g-a-n-t 可以讲选业比赛 是不是 你讲叫pigeant p-a-g-a-n-t pigeant 你看看这个用法 你讲pigeant 其他基本上可属名词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讲说这个pigeantry 如果后面叫ry 你讲说 就是讲圣诞庆典跟盛况 是不是 你讲叫pigeantry 你讲pigeant是可属名词 后面加ry就不可属了嘛 对不对 pigeantry 想要什么单词 pump p-o-n-p 也讲那种非常盛大的庆典 对不对 所以你讲pump就点这个单词 pigeantry 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修下例句 他喜欢皇室盛大的排场和传统习俗 she loved the pageantry and tradition of the monarchy 往下看吧 想要学这个单词叫houlter 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houlter houlter你讲说伸出了这种所谓龙头 江绳 讲说这个伸口套叫houlter 可以稍微去一下 a piece of rope or a leather strap that is tied around an animal's head so that it can be led by someone or tied to something 虽然是绑在头上 不是摆在口上 摆在口上我等一下复习一下一个单词 这有提过 你讲那种狗嘛 病人去咬人 对不对 来你讲说 现在去讲一下 muscle M-O-Z-C-E 复习一下 muscle muscle可以当名词 你讲说都有口笔跟口套 对不对 只狗这种口套叫muscle 复习一下 好不好 这种刷要复习一下 那你讲houlter是挂在头上 你讲说这个像是马那种配头 对不对 主要是拿来去控制他往前方向 那个叫houlter 两单词一词是不一样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也可以讲女子的漏背装 我叫叫houlter好不好 所以知道了 以后你讲说那种漏背装怎么讲 houlter 可以稍微知道 a houlter dress 然后你讲漏背洋装 a houlter swimsuit 对 漏背这种所谓的泳装 对不对 又这样的意思 我现在看吧 现在要学这个单词 你讲叫学这个call something off 可以稍微学一下 你讲说这个取消跟停止跟中止 通常讲说是体育赛事 好不好 那种sports event 会用这个单词 call something off to decide that a plane event especially a sports event will not happen or to end an activity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useful possible 对 你讲说就是去结束一个这个世界 因为它已经不实用了 你讲说可以稍许一下 to call something off 看一下例句 因为天气还冷 明年比赛取消了 Tomorrow's match has been called off because of the icy weather 对不对 because of the icy weather 对不对 你讲非常frigid 对不对 非常Icy 是不是 很重要 我们就讲call off 就cancel的意思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 CNCL 去取消 来吧 看这就 第二个例句 来讲 警方暂停了 对失踪孩子的搜索 明天天亮后 再继续 the police have called off the search for the missing child until dawn tomorrow 是不是 可以稍微学一下 好不好 很重要 往下看吧 稍微学这单词 叫做这个 所谓待遇 很重要 这单词一定要会 surgacy 你讲到这样读 surgacy 对 你讲说 the action of a woman having a baby for another woman who is unable to do so herself 对 可以稍微学一下 我讲待遇 对不对 你讲说叫这个surgacy surgacy surgacy 好不好 重要的单词 你讲说要这样的一个action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取动 那你讲说如果是讲这种 所谓的这个代理预母 因为怎么讲 好不好 要回应 你讲叫surgate surgate 可以当使用词 替代跟代理的 但是你讲替代跟代理 不叫讲跟代理有关 对不对 surgate 可以讲就是说是代理预母 对不对 你可以讲surgate mother 可以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说法 很重要 可以稍微去知道这个说法 很重要 但是讲surgate 意思比较广 可以讲就是说替代跟代理 好不好 你讲说等于什么单词 你讲说这种替代跟代理 你讲说这种所谓的这个代理的人 好不好 今天突然 没办法去想到 你讲代理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可能最主要说还是这个说法 好不好 你讲surgate 除了讲是跟这个怀孕有关 也可以怀孕以外 这相关的工作 那种代理 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surgate 我看一下使用词的说法好了 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他就把朋友的儿子 当自己的孩子 because she have no children of her own her friend's son became a kind of surrogate child to her 可以稍微许一下 很重要 这种说法 对不对 那种替代跟代替 是不是 很重要 你讲说当名词 也可以稍微学一下 地带跟代理怎么用 对某些人来说 读游记可以替代真正旅行 for some people reading travel books is a surrogate for actual travel 可以稍微继续一下 你看这些for这些意思 对不对 这种替代去替代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想到了 你讲说很重要 替代 substitute 很重要 教会 然后讲substitut也是一样 你讲说这种替代跟代理 是不是 substitute 也可以当名词来使用 好不好 很重要 你讲替代理跟替代理 我们要接for这些意思 有没有 你讲surge for something a substitute for something 我们都接for这些意思 好不好 substitute是一定要会 好不好 高中程度的单词 对不对 往下看吧 现在自己讲叫queer 结果queer就是gay的意思 queer 一样的意思 但是我额外补充好 你要记得queer 可以当使用词 可以当名词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就跟gay一样 gay可以当使用词 可以当名词 queer可以讲说 是非常的古怪的 非常所谓的 excentric 非常erratic 可以讲叫做queer 有这样的意思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queer可以讲 非常古怪的意思 但queer可以当动词 只是比较是英式的说法 to queer solid speech 就讲说 故意破坏某的这种机会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要是他比我先向 单提出加息的要求 那可能会毁了 我加息的机会 If you ask them for a pay rights before I do it will probably queer my pitch 可以稍取一下 往下看吧 消息这个单子叫hamper 好不好 你讲说阻碍跟妨碍 对hamper 所以hamper 讲说起就prevent 对 你讲说去这个 所谓的 你讲说去妨碍 小准单子 去阻碍 intercept 你讲 antir cept 你讲去阻碍 对不对 可以稍取一下 你讲就hinder hinder 你讲去阻碍 很重要 你讲说很多的说法 好不好 to prevent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easily 你讲叫hamper someone 看一下例句 你讲说 猛烈的暴风雨 妨碍了救援工作进行 现在找到更多 生还者希望 已经很渺茫了 fear storms have been hampering rescue efforts and there is now little chance of finding more survivors 往下看吧 消息这个单子 你讲叫就 这个韩式的 这个石锅拌饭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这么读啊 bibbenbub bibbenbub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a hot Korean dish made with rice cooked vegetables and chili sometimes also with sliced meat and an egg on top 对不对 你讲会有这种 切的肉片 还有蛋在上面 对不对 这种这个米嘛 你讲说的这种蔬菜嘛 有时候会有这种 所谓的这种 致力辣椒嘛 对不对 可以稍取啊 bibbenbub 是不是 再缺乱这个读音 好不好 很重要 你讲bibbenbub 哦 你讲这个 可以稍取 bibbenbub 它是这样读啊 bibbenbub 只是应该音标 这样读啊 bibbenbub 是不是 哦 bibbenbub 再来读 bibbenbub bibbenbub 可以稍取啊 石锅拌饭 好不好 需要会 石锅拌饭 因为怎么讲 bibbenbub bibimbap 往下看吧 来 现在这单子要学 叫歪曲跟篡改 叫juggle 很重要 juggle juggle这单子 大家比较常见的意思 讲杂耍 对不对 你讲说去玩杂耍 叫juggle 对不对 但是你讲说 其实juggle 也可以讲说 是这个 建立同时应付的意思 叫juggle 很重要 你讲说 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你讲建立同时应付 对不对 你讲说 to spread yourself 对不对 你讲说 spread yourself too thin 就好了 就不好 对不对 同时做太多事情 对 spread yourself too thin 对就不好 对不对 那讲juggle amb 同时去嫌固 这两件事情 可以稍取一下 你讲这种 嫌惧跟融合 对不对 你想想有什么单字 你讲说 这个 所谓嫌惧跟融合 你讲stradle 对不对 你讲striddoe 也是一样 我们用with 或是end这种说法 combine也是嘛 对 juggle用with跟end这种说法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来juggle 现在要讲这说法 你可以讲 yq跟篡改的意思 to distort something 对不对 to change results or information record it as numbers so let a situation seems to be better than it really is 通常讲 是把它篡改成更好 实际上没那么好 好不好 可以稍取 我们改动 这些数字没关系 没人会知道的 it won't matter if we juggle the figures no one will know but god knows ok ok 往下看吧 三单字你讲叫staff 可以稍取一下 很重要 staff 你讲staff 这单字有什么意思 可以讲员工 对不对 也可以讲水手 来复习一下 很重要 你讲staff 他本上名字 可以讲全你员工 可以讲一位员工 最重要可以讲说权杖 好不好 你讲旗杆 五线谱 看来我应该记错 你讲水手应该这个单字 staffer s-t-a-f-f-e-r 如果staffer看一下 你讲说是讲政治组织的职员 也不是跟水手关 所以应该是没有关系 你在staffer可以讲说政治组织的职员 可以叫staffer staff可以当动词 就是讲说为什么去增添员工的意思 为机构去提供人员 好不好 但是可以知道一下 你讲可以讲成为员工 成为工应该不对 因为他这边只有几乎动使用法 所以应该是后面这个意思 为机构提供人员 看怎么使用 many charities in Britain are staffed by volunteers 你讲很多这个英国这种慈善商业工作人员 都是义工嘛 对不对 可以知道一下 都被义工所这个填补 所这个充满 对不对 你讲说可以知道 best with something 或是beside bad 可以拜你讲 就是最原始 对不对 你用那种这个就是过去 这个被动用法 被动讲后面用拜 对不对 这是比较广大 比较广泛的一种 这介细词用法 好不好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那这样 你要进来be step with 这种法比较重要 be step with 可以稍微取一下 往下看吧 像一张经理讲叫hand off 可以稍微取一下 很重要 hand off 现在这个都跑比较慢 你讲hand off hand off in a religious an occasion when a runner puts the baton into the hand of the next runner 对不对 接一棒怎么讲 复习一下 baton b-a-t-o-n 要进入他的读音 要读baton 好不好 我还是给大家劝一下 你讲这个读音要稍微注意一下 baton 你讲b-a-t-o-n 你讲说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应该没有错 来 b-a-t-o-n baton baton 来 稍微去强调一个重点 因为讲说其实这个 所谓的hand off 还有其他的意思 好不好 先把这接一棒 这种所谓的交接来 稍微讲一下 由于这个中式的 这个交接棒失误 我们讲这个接力队 未能完全决赛 the relating fail to finish the final because of a botched baton hand off from Jones 来 你讲botched 你讲搞砸了是不是 B-O-T-C-H-E-D 你讲就是说 这个一团糟的 botched 是 这也要会 来 稍微去一下 你讲hand off 原本可以讲说是地传 橄榄球这种 所谓手地手传手 可以叫hand off 来 叫hand off 可以讲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 橄榄球比赛 是橄榄球比赛 一手夹柱球 hand off hand off 可以讲传递 就hand over 只是英式比较讲hand over 每次hand off 也可以讲传递的意思 稍微去学一下这说法 所以讲说最重要还有个意思 你讲起来 hand off除了讲说 世界办交接之外 最少可以讲权力的交接 也可以这么讲 叫hand off 把一个权力跟责任去交接 也可以讲叫hand off 把权力交接给这个临时政府 the handle of power to an interim government 是不是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要记得 所以讲hand off 其实你讲说 可以讲交接或传递的意思 就等于hand over 直接讲hand off 可以专门是讲橄榄球 或是你讲说接力棒赛 最主要的那种用法 hand off 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往下看吧 像要学这个单词 叫做这个 与人或物分离的 跟古力的 这单词好难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silo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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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说就是 isolated isolated 非常的alienated 你讲说 alienated 去鼓励跟分离的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有这种单词 siloed siloed separated from other people's things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这个说法 孤立的 你讲分离的 看要例句 你讲说这个 在大公司工作 你会变得非常孤立 很容易与现实 世界脱节 working in a big company you became very siloed and it was easy to lose touch with the real world 来看第二例句 同意消费者的资讯 通过 多个独立资料库保存 there are monopause siloed repositions sorry repositories 对你讲 这种保存 这种资料库 of the same customer information 再来一次 there are monopause siloed repositories of the same customer information 可以稍微学一下 这个说法 稍微学一下 词类变化 对不对 那很重要 你会讲说 这个动词 silo 在这边标名词 silo silo silo可以当名词 这边没有跟我讲动词 主要是名词的用法 silo就可以讲说 是塔状古仓的意思 可以讲说 地下飞弹发射室 最主要是第三个意思 公司或机构 或系统内部 或其他单位 不联系 不了解 不得做孤立单位 可以稍微学一下 叫silo 很重要 所以讲silo 对 后面讲说接ed的时候 讲孤立跟独立的 为什么 因为讲说silo sole 就可以讲说是 你讲独立单位 孤立单位 你讲独唱吧 solo 是不是 solo silo silo 我刚刚刚只差一个字母而已 都讲独立孤立的意思 看这个例句 我们发现许多人 孤立的从事工作 看不到他们工作 与航空公司 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 we felt that a lot of people work in silos they don't se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what they do and how another part of the airline operates 这样是有问题 真的 大家学一个单字 你也讲说 导致这个医疗行业 不同部门之间 缺乏合作的这个孤立心态 the silo mentality that keep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from working together 很重要 这样一个心态可以少许啊 mentality 对不对 可以少许一下 mentality 你这样的一个什么 mindset 对不对 你讲 mindset mindset 好不好 稍微去补充这个单字 这样讲的这种所谓 共同的这种工作 合作 对 faculty 是不是 很重要的单字 你讲说这种 所谓的教职员工 叫faculty 你讲说 这个拼法 你讲说应该是拼错 你讲说这个 faculty faculty 很重要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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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说这官能跟机能之外 对 能力跟才能之外 最重要可以讲说 是教职员的意思 教职员工 叫faculty 全体教师 很重要 为什么 来少学一下 你讲这个faculty 这个字从这边衍生出来的 faculty 好不好 可以少去学一下 这样讲这种单字嘛 你讲说 就要讲这种比较难的说法 好不好 faculty 你讲说这个单字果然是比较坚深的 可能它基本上这边没有解释 beta 但它居然没有解释 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definition 好不好 来 可以少去 faculty 我去查一下这个google 你讲说 f-a-c-u-l-t-a-t-i-b 中文看一下 faculty 你看 你讲说就是 讲说坚信的 你讲说是 这个所谓的 你讲说机能上之外 你讲坚信的 其实坚信最主要 坚信的 最重要你讲 faculty 你讲坚信的 就是说是共同在一起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讲不能是silo 不能是独立的 你讲那种全体教师 怎么样 共同合作 对不对 在一起合作 在一起成长 对不对 faculty 这个英文的造字非常好 去告诉我们一些道理 你讲教职 全职教师 当然讲说教师要互相沟通 要互相合作 对不对 faculty 对不对 可以少学来的说话 you cannot walk in silos 对不对 你讲说s-i-l-o-e-s 对不对 可以少去照一下 通常讲silo 其实如果walk in silos 因为silo本身可属名词 所以你讲说walk in silos 现在比较是用复述的用法 s-i-l-o-e-s 这我刚才有稍微去看到这种用法 这些稍微强调一下 往下看吧 Purge P-U-R-G 你讲这个洗敌罪 死结境叫所谓的这个Purge Purge 所以你讲这种Purgatory 对不对 今天讲这单字 P-U-R-G-A-T-O-R 你讲这个所谓天主教 讲这种敌罪手 对不对 敌罪所 你讲说这种所谓的这个炼狱 对不对 你讲叫Purgatory 因为Purge P-U-R-G 就会讲说是去敌罪跟洁净的意思 好不好 To make someone was something free of something evil or harmful 叫Purge 看一下例句 你讲说Purg 它有没有可以讲说是 这个肃清跟清楚反对者的意思 这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比较政治方面的一个字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这个洁净跟敌罪的意思 Purify 一样的意思 P-U-R-F-Y 对不对 只是比较宗教方面的术语 来讲说这个 罗马天主教徒 参加忏悔以进化灵魂或敌罪 Roman Catholicists Go to confession to purge their souls 或是pulled themselves 你讲from sin 对不对 你讲of sin 可以知道 Purge your soul 你讲说of something 或from something 从这个地开去跑出来 或是用of都可以 稍微去一下这个界隙使用法 很重要 你讲purge something of something else 对不对 你讲说把你的这个A 去做这个所谓的洗劲 去避开这个B嘛 对不对 去把这个B给丢弃 对不对 可以稍微去 from跟of都可以 这个界隙要稍微去一下 新州长以保证要清除 警戒这个腐败现象 The new state governor has promised to purge the police sorry the police force of corruption 可以稍微去一下 往下看吧 所以你讲purge 这种单词 eradicate 对不对 E-R-A-D-I-C-A-T 去把它给根除掉 可以稍微去一下 to stamp something out 意思都很相信 你讲把它给这个 所谓根除消灭掉的意思 往下看吧 消学战叫carnage 可以稍微去一下 carnage carnage 你讲说其实就是 所谓的这个大屠杀的意思 残杀 可以稍微去一下 叫carnage 你讲通常讲 战争之中的那种 所谓大屠杀 可以用这个单词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 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这单词 The violent killing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war 对不对 通常讲这个 在这个所谓战争里面 这种大屠杀 好不好 来 可以稍微去一下 这单词 既然讲到大屠杀 其实应该要想到 其他单词 现在还有同意思 只是 这边要稍微再查一下 你讲说 暂时想太到 对不对 所以 可以稍微去知道 carnage 你讲等于这个单词 massacre slaughter 讲屠杀 但你讲大屠杀 这个单词 massacre M-A-S-S-A-C-R-E 这也稍微去补充一下 很重要 carnage 等于这个单词 massacre M-A-S-S-A-C-R-E massacre 你也讲说 一个大屠杀 跟残杀 可以稍微去一下 massacre M-A-S-S-A-C-R-E carnage 对不对 massacre 一样的意思 可以稍微去一下 我们讲说 massacre是可数名词 但carnage 不可数 这两个之间的差别 要稍微去一下 carnage 比较讲说 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样的状态 虽然是要不可数 你讲说 索母河 战义是一片可怕 大屠杀惨像 the battle of summit was a scene of dreadful carnage 可以稍微去一下 carnage 这样一个景象 这样一个氛围 对不对 所以稍微去一下 这样的说法 往下看吧 来 现在这单词要学 叫做这个 你讲说 interminable 好不好 这要会 很重要 interminable interminable 就是讲说 无休止的 你讲说 成长不堪的意思 好不好 叫interminable continuing for too long and therefore boring 我annoying 对不对 让你觉得 非常这个恼人 非常无聊 是不是 你讲说 interminable 好不好 要会 interminable 拿到补充的单字 好不好 你讲 没完没了 这种延误 interminable delay 是不是 非常 ad nauseam 对不对 来 很重要 因为讲 他讲的 这一些 这个成长乏味的故事 Here's interminable stories 来 刚才讲这书 ad nauseam 你知道 会这种评法 ad控格 n-a-u-s-e-a-n ad nauseam 是不是 你讲说这种 历而厌法 没有还没有的意思 ad nauseam 是不是 这ad nauseam 是个副词 你讲说 这个interminable 它当然是一个使用词 有个单字 跟它容易混在一起 今天有学过 但是像 indeterminable 你讲说 这个所谓的 这个determine 你讲说 indeterminable sorry 你讲说这个单字 你看 我还是不太记得 要这样读 你讲说 indeterminate indeterminate 这单字意思跟 interminable 当然意思差非常多 来 怎么记 很简单 讲说这单字 你看到没 determine 有没有 d-t-r-m-i-n-e 这边有一个 这样的动词 determine 去决定的意思 所以 indeterminate 就是讲说 不确定的 还没有决定好 对不对 不明确的 对不对 叫indeterminate 对不对 它的意思是这样 你讲说 interminable 对不对 你讲说 就是讲说 这个没有修止的意思 可以稍续学一下 为什么 很简单 你看这单字 terminate 对不对 你讲 t-r-m-i-n-a-t terminate 你讲去终结的意思 动词 对不对 terminate 去终结 所以 interminable 你讲就没有终结 就没完没了 没有终止 成长不堪的意思 对不对 这样就不用死背 对不对 你讲中英都这样的动词 terminate 去终结跟终止 t-r-m-i-n-a-t-e 对不对 原本是 n-a-t-e 你讲说 要稍聚一下 原本这动词的样子 那你讲说 这也是这样的道理 你讲说 indeterminate 你讲说不确定跟不明朗 因为determine 对不对 讲决定嘛 d-t-r-m-i-n 你讲说 e嘛 对不对 稍微注意一下 总体都有这种动词 夹在中间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往下看吧 像要学这个单字 你讲就这个 重新集合跟重新集合 你讲reconvene reconvene 你讲说 因为我们这个convene 可以讲 集合跟集合的意思 所以re有again的意思 to come together again or to bring a group of people together again for a meeting 对不对 可以稍许 叫重新开会 重新集合的意思 叫reconvene 看下例句 董事会明天上午10点 重新开会 the board will reconvene at 10 a.m. tomorrow 应该没问题 你讲reconvene 应该没什么重点单字 你要记得这种说法就是了 往下看吧 下面要学这个单字 你讲叫unpick 可以稍许一下 很重要 unpick 你讲说un 就有讲说是反译的意思 pick 可以讲说 把它给挑起来 unpick就把它给毁掉 把它给失去的意思 unpick 去逐渐破坏 毁掉已取得的成绩 叫unpick to gradually destroy or remove the good effects of someone what someone has done or created unpick 可以造起来 去把它毁掉 你讲说去把给这个 拆毁 进行过去别人的这个 获得的成绩 你讲这位前任领导 现在不得不眼睁睁 看着他的继任者 一点点毁掉他 辛苦开创局面 哎呀 是不是 没办法 对不对 因为这种所谓这个 你讲观念 价值观不一样 对不对 the former leader now has to watch his successor unpicking what he tried so hard to achieve 对不对 这没关系 好不好 你之前做过 对不对 主要是让自己能够 有这样的经验嘛 这最重要 好不好 对不对 要不然这样子 也想不开嘛 对不对 来可以少许一下 来讲这种毁坏 逐渐去把它给 毁掉这些取得的成绩 想要什么单字 然后讲unpick之外 对不对 复习一下 unstitch 对不对 然后讲unstitch 你讲说unstitch 可以讲改变 对不对 我们讲说 把它给改变现状 其实就是摧毁 已有的东西 是不是 一样的意思 to unstitch something to unpick something 对不对 要会 你讲unstitch unpick unpick unstitch 一样的意思 往下看吧 校学这个单字 你讲叫at a straw of a pen 讲就是说非常轻而易举的意思 可以稍微许一下 If something is done at a straw of a pen it is done quickly and easily by someone 可以稍微许一下 有这种说法 你也讲说这种轻而易举 对不对 你讲只要用写字 这种就是大概简单化极品 对非常简单 你讲政治家们都知道 他们无法轻而易举 创建一个法治社会 politicians now 你讲 politicians know they cannot create a lawful society simply at a straw of a pen 对不对 你讲说应该也可以稍微喜欢一个说法 你讲说这个 就是只要举一下手指 就可以做成的 好不好 看来我应该不太确定 没有这个说法 稍微许一下 你讲说这个 所谓的轻而易举 除了讲说这个 at a straw of a pen之外 看来应该是 没有这个说法 只要举一下手指 可能没有这个说法 可以稍微许一下 at a straw of a pen at a straw of a pen 我还是去查一下好了 不要去辜负自己的想法 做一下这个研究一下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非常简单 来 我想到了 你讲 这边还有个说法 你讲说这个 leave a finger raise a finger 来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来 这边有这个箭桥解释 这就是动词的说法 你讲not leave a finger 你一个手指都不用举起来 你讲 就根本不用费力的意思 你讲说not leave a finger 你看怎么讲 he just watches TV and never leaves a finger to help with the dishes 所以讲说 他直面看电视 连做个洗碗工作 那么轻松 轻人一举的事情 都不肯做 对不对 not leave a finger 连这事情都不肯做 对不对 他应该有中文解释 可以稍取一下 你讲live or raise 都可以 你讲就不肯帮一点点忙 不愿意去举手之劳的意思 叫not leave or not raise a finger 好不好 这也补充一下 你讲那种很简单的事情 不愿意去做 对不对 not leave a finger not raise a finger to do something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我讲说 you can do this thing at the straw of a pen but you are not willing to do that 你可以说 you don't leave a finger to do that thing 对不对 可以稍取一下 还是有关系 连在一起 可以稍不稍取一下 这个片语 往下看吧 现在这单字要学 这个叫就covering covering可以讲 就覆盖物的意思 所以可数 a layer of something that covers something else 好不好 叫就covering 看一下例句 来 你也讲说 这个薄薄一层的鸡血 a light covering of snow 好不好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来往下看吧 下一单字你讲 叫laureate 很重要 你讲说获得桂冠的人 对 laureate 来 laureate 你讲说在某个研究领域 对 获得殊荣的人 对 a person who has been given a very high order because of their ability in a subject of study 对 可以稍微去一下 好不好 你讲说 叫就这个laureate laureate 所以看到这个例句 你讲诺贝尔奖的奖者 对 a Nobel laureate 对不对 这样讲专制 你只要想什么 你讲说这个所谓的 这个桂冠 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 获胜的这样一个物品 对不对 你讲 这个所谓的 荣誉跟战域 可以稍微去一下 laureal laureal 荣誉跟战域 通常用复数 好不好 laureal laureals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来看看这例句 这个演员表演非常出色 但众有个考虑 这份荣誉应该受以该去的导演 The actors are very good, but when all is considered the laurels Must surely go to the director of the play 可以稍微喜欢这个说法 很重要 你讲说不要怎么样 Rest on your laurels 不要这种沉免在过去的成就 你要去追求更好的成就 You should look to your laurels Not just rest on your laurels 这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很重要的说法 Look to 去期待未来更好的成就 不是rest on Rest on就不好 这也是要去补充一下 Lauros L-A-U-R-E-A-T 这样一个成就跟赞誉 那你讲说这样获得这个奖的人 获得这样成就人叫Laurate 你讲说L-A-U-R-E-A-T Laurate Laurate 要回L-A-U-R-E-A-T 来再补充的单词 Honorary 你讲也是跟这个荣誉有关的单词 可以稍微去一下 很重要 Honorary 你讲说H-O-N-O-R-A-R-Y 你看这单词 你讲Honorary 有 来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很重要 形容词 你讲荣誉跟名誉的嘛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名誉职位 对不对 你讲Honorary Treasurer 对不对 你讲荣誉师库之类 可以稍微去一下 Honorary 它也是这个形容词为主 往下看吧 来 现在这要学 就这个Bilateral 双边跟双方的 Bilateral Lateral可以讲侧边的意思 Bi你讲双的意思 所以双边跟双方 叫做所谓Bilateral Involving two groups or countries 对 通常讲两个群体 或是包括两个国家 叫Bilateral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讲说这个双边协定 对不对 你讲Bilateral Agreement 可以稍微去一下 这个搭配的名词 稍微去一下 你讲说单边的 怎么讲 Unilateral 对不对 Una你讲就单的意思 Unilateral 你讲就单方 对不对 Unilateral 对不对 双方叫Bilateral 那如果讲多边咧 怎么讲 很简单 Multilateral 可以稍微学一下 这种字跟这个替换 好不好 来 有个说法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混在一起 多边跟一个单字很像 你讲说这个可能真的会混在一起 所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你讲说这个 可能我不太确认它的用法 这要稍微去确认一下 来 找到了 这个单字叫Pron 你讲P-R-O-N-G-D Pron Pron 讲说是讲齿轮 对不对 你讲P-R-O-N-G-E 这单字可以先看好了 好不好 这单字也稍微去学一下 P-R-O-N-G-E 你讲说名词的说法 是不是 看来是比较没有这种单字 是P-R-O-N-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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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政府提出了一项三管齐下的策略 to tackle inflation, the government have evolved a three-pronged strategy 可以稍息一下,什么叫three-pronged strategy 来,英文有解释 a plan that involves three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包括三个方法可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叫三管齐下 你讲说这个跟双边这没关系 双边讲说是包括两个群体或两个国家 那如果讲说一个政策包括两个方法,三个方法,我用这个说法 你讲prong,prong,你讲加ed嘛,对不对 把它变成是像使用词的用法嘛,对不对 这还没什么问题啦 稍微注意一下,补充一下一个说法 你现在讲那种所谓这个极管齐下,对不对 来,你讲这种说法,我应该印象中有这种说法 你讲two-folded,什么three-folded 今天稍微去确认一下,有看到了 但是没有用ed啦,就直接讲two-folded 两倍的,你讲说有两部分的是不是 two-folded 然后你讲说这个有两方面 the problem is two-folded,是不是 不用接ed啦,好不好,可以稍微去啊 two-folded应该有这种说法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three-folded 就是要把它往下查下去啊,对不对 搞不好有,是不是有,对不对 你讲three-folded是不是 你讲就是说三倍,或者讲有三部分的嘛 是不是,可以稍微去啊,three-folded 可以稍微去一下 再往下看,有没有什么four-folded 再往下查,搞不好有,是不是 你看,four-folded,对不对 你讲就是说这个所谓四倍的 你讲说四部分所组成four-folded,是不是 来,再往下看 five-folded,你讲说看这个字典会 我一直往下加上去 有,你看,有没有,five-folded,是不是 你讲就是说五倍,我讲说五个部分嘛 是不是 来,再往下加 six-folded,你看这个我已经想放弃了 你看,还有,是不是 six-folded,是不是 所以要稍微去知道一下,很重要 你讲说字典架的时候架得不好 他没有把它给同整起来 你要稍微学一下,好不好 有这种几个说法 补充一下,好不好,很重要 除了讲这个所谓双边,多边跟单边之外 你讲是包括群体跟国家而定的 你讲什么bilateral, uilateral, multilateral 想要学这种另外两个说法 你也讲说一个策略 你讲说一个这个计划 包括三个方法,可以这么讲 你也讲说three-prong 对,很重要 three-prong,要读prong,好不好 要更正一下 prong-ed,好不好 prong-ed是原本名词,prong 三个方法,可以稍微去一下 prong讲是说方法而定 那如果假如说fold,f-o-l-d 不用接任何ed,要稍微去一下 你讲说什么two-fold,three-fold,four-fold,five-fold,six-fold 都可以,好不好 反正讲就是说是包括几部分所构成的 还是有差别 是以部分为主 那个会用这单子fold 这三个用法 三组的这个概念可以稍许一下 好不好,很重要 往下看吧 消学这个单子 你讲叫做pact 你讲这个契约 小准单子 最近才讲的这个单子非常红嘛 对不对 我最近才讲covenant 复习一下 cov-nant 对,你讲说这种契约 也可以用这单子 pact,很简单嘛 a form agreement between two people or groups of people 看一下例句好了 来 你来讲说这个美国和加拿大 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ave signed a free trade pact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大型制药公司的 国立卫生研究院 签署了分享资讯的这个协定 Big drug companies plan to form a pact wi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ow to share information 对不对 to share information 好,很重要 可以稍许一下 好,重要 对不对 讲covenant 复习一下 C-O-V-E-M-A-N-T 好不好 这个要稍许去复习一下 很重要 你讲说没有错嘛 对不对 C-O-V-E-N-T OK 来吧 往下说这个单子 你讲叫就这个 你们跟如等 对于you 比较是 就是去跟 你讲你们这样说 你讲you 通常可以讲你 或是你们 都可以叫you 但是 如果假如说 你要讲是你们 专门讲你们 有这个说法 可以稍许一下 比较难一点 可以稍许一下 所以它是个代名词 讲说可能以前古老用法会用这个说法 you you跟you不一样 再来说 you可以讲你或你们 但是you只能讲你们 稍许一下 所以你讲说 你们不能既侍奉上帝 又所谓的侍奉金钱 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对不对 你讲妈们嘛 金钱可以稍许一下 很重要 你讲妈们 你讲说这个拜金主义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讲妈们 妈们 对不对 就是这个说法 M-A M-M-O-N 可以稍许一下 拜金主义跟贪语 叫做妈们 可以稍许一下 这也会来补充一下 往下看吧 现在单字叫 这个rejoinder 好难哦 rejoinder 来这单字要先看什么单字 动词 对不对 大家再看好了 先看这个单字 rejoinder 可以稍许一下 你讲就是说 这个回答跟反驳的意思 通常讲是非常快 快速的这种回答 你通常讲是非常幽默 生气或幽默都可以 好不好 这种非常快速的回答 rejoinder 可以稍许一下 R-E-J-O-I-N-D R-E-J-O-I-N-D 来早些要相关同意词了 对不对 来吧 rejoinder 你看 你讲说这种 来 你讲说他果然给了不少 但是 有几个不相关 来 我看到了 K-S-O-S-H-O-I-N-C-O-A-P-B-A-C-K Clapback Clapback 你讲说你讲幽默回应 巧妙回击的意思 要Clapback 通常讲说 别人对你这样批评 你非常幽默去回应 叫Clapback 对不对 这样非常幽默回答 Clapback 相关的嘛 好不好 再补充的说法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R-I-P-O-S-T-E 我可以看到这个单子 你讲说这个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机敏的回答 巧妙应对 要这样读 Re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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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P-O-S-T-E 也是这样的意思 Repost 非常机敏的回答 对不对 非常这个巧妙应对 你看 搭配使用词 怎么样搭配 你看 Witty 非常机智 对不对 非常Sharp 非常的Nit 对不对 非常精简 对不对 你讲说一个这个Sharp Repost Witty Repost Nit Repost 对不对 搭配使用词要会 一样Clapback 也可以讲说是 最重这个回情 Ultimate Clapback 最重要你看 Rejoinder 像Witty Rejoinder 你可以这么讲 Sharp Rejoinder 对不对 你讲 Nit Rejoinder 你可以这么用 对不对 很重要 对这个所谓一个问题的回答 跟反驳 当然我们接to 这些意思 这些可以接for 好不好 上次叫 Rejoinder to something Rejoinder for something 你看到什么词语变化 我猜有这种词语变化 但是不一定 Rejoin Rejoin 可以讲说回答跟反驳 没有错 深究诙谐方式 对不对 所以讲Rejoinder R-E-J-O-I-N-D 是名词 动词叫Rejoin R-E-J-O-I-N 就好了 那个D 也要把它拿掉 稍注意一下 Rejoinder 名词 Rejoin 你讲说动词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往下看吧 来 像要学这个单词用法 你讲说叫 薄油睡时地面 比较难一点 Tarmac Tarmac 你讲说它是个商标名称 所以那个T会大写 Tarmac A brand name for a black material use for building walls etc that consists of tar mixed with small stones or an area covered with this material 对不对 你讲说这样一个区域 你讲说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材料 或是你讲这样的一个材料 你讲说这样的一个商标名称 对不对 叫Tarmac 可以稍微学一下 应该没什么重点 这种商标名 对不对 所以 通常讲说会大写 但是有这种比较难的说法 这什么意思啊 来 你讲说薄油睡时地面 你讲说有这种比较难的说法 但是他没有给这个读音啊 好不好 来看他怎么读好了 好 来看他怎么读 来吧 你讲说这种单词 是不是 有啊 我相信你有 来 最可靠这种所谓这个读音权威 是不是 来 把它叫出来 看怎么读 Tarmac 我们讲Tarmac 如果是比较长写的说法 Tarmacadent Tarmacadent 好不好 可以稍微学一下 Tarmacadent 我们讲说 这个Tarmac 中文原本是白第二个音节嘛 你要读Tarmac Tarmac 但是如果假如说 你要用这种比较难的单词 你要这样读 Tarmacadent 再来一次 Tarmacadent Tarmacadent 可以稍微学一下 Tarmacadent 好不好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单词 好 往下看吧 来 稍微学一下下面这个说法 你讲Tarmac 可以讲说就是 指那种所谓的停机坪 我不一定要讲 就是说这样的地面 它其实可以用定罐词的 这样说就是一个停机坪也可以 这样的飞机跑道 可以叫Tarmac An area covered in Tarmac Especially area in an airport where aircraft land and take off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往下看吧 来 下面单词你讲 叫就这个Gin Gin 要读Gin Gin 跟这个 你讲说 这个体育馆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 所谓的 你讲说健身房 一样读音 Gin G-Y-M 是M 虽然是读音有差 这边Gin 还是音 还是有小差别 To use a special machine to separate Cutum fibers from the assist 对不对 你用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这个 所谓的机器 你讲说 可以去把这个棉 把它给怎么样 存化出来 对不对 你讲说 从这个种子里面 把这个棉 把它取出来 把种子给丢去 那个种子壳 把它给丢去 这样一个机器 可以叫Gin G-I-N 看一下 你讲Gin可以当名词 对 它可以当动词 这边是动词用法 因为动词没有英文解释 所以 没有中文解释 所以我知道 加这个 好吧 没有办法 没有中文解释 然后讲Gin 看一下 如果假如说当中文的笔 的这个版本的时候 它只有英文 只有名词的解释 只有讲杜松之久 好吧 那真的是意思差很多 来吧 稍微去学一下 来 你讲说这个Gin 看一下 当动词 怎么用 The company has gone from Ginning 5,000 bills of cotton per year in the early 1990s to about 32,000 bills last year 所以你看 它这个成长倍率 你看差非常多 差六倍 六倍以上 你讲说 从这个原本过去 你讲 只是大概5000个 这样的一个单位 贝我不知道什么单位 反正讲就棉花单位 你讲说Gin 你讲去 把这种棉花去做处理 对不对 去Gin the cotton 你讲说这样的单位 然后我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虽然改变起来 比较没那么重要 但是还是可以稍微去补充一下 B-A-L-E 看有没有中文解释 你讲说大包大捆 叫Bail Bail of something 所以你讲这边 其实就讲大包跟大捆的意思 不是什么重要名词单位 知道一下吧 来吧 所以看第二例句 Commercial commodities lain processed and exported Gin cotton to markets abroad 对不对 所以讲这些比较商业的公司 对不对 开始去加工 然后去把这些 所谓经过处理的棉 去把它给去做出口 对不对 你讲到国外去 到国外市场 对不对 你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没有 你讲说这个Gin cotton 用被动来描述这样一个棉 是经过加工过 用这个机器经过加工的 纯化过 对不对 你讲Gin cotton 可以稍微去下这说法 所以你讲知道 Gin cotton当动词 搭配的兽格都是什么 都是cotton 年花 是不是 来吧 下个这单字 你讲叫instagate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是instagrate 是instagate instagate 你讲就是说 促使发生跟发起的意思 你讲说 to cause an event 或 situation to happen by making a set of actions with formal process begin 叫instagate 可以稍微去下这个单字 很重要 instagate 你讲说 促使发生跟发起 政府将采取新措施 打击恐怖主义 the government will instagate new measures to combat terrorism 对不对 可以稍微去下这个说法 来 看这第二个例句 你讲说instagate 要什么单字 initiate 对不对 你讲to start 对不对 你讲去开始 去创始这样一个事情 对不对 initiate 好不好 这比较难点 init 你讲北方的这个叛乱巨性 是由一名高级将领 所说实的 the revolt in the north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stigated by a high ranking general 可以稍微取一下 instagate 有没有相关这种 所谓词业变化 来可以稍微取一下 猝使发生的事情 instigator instigator 这样一个煽动者 这样一个发起者 对不对 你讲叫instigator instigator 然后记得后面是or结尾 稍微取一下 a person who causes something to happen especially something bad OK 目前还未确定 谁是这次烧乱事件 这个煽动者 the instigators of the disturbance have not yet been 好 你讲说identify have not yet been identified 可以稍微取一下这种说法 来 还有其他说法 我相信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名词 我讲instigate 对 直接的名词 你应该想要这单词吧 我猜啦 好不好 看下有没有这单词 来 有没有 有 是不是 你讲instigation instigation 只是英文版本 才会给这个单词 版本 对不对 你讲说instigation instigate instigation 这样煽动 这样一个action 对不对 看下例句 the inquiry was begun at an instigation of a local MP 你讲说这个 所谓询问 你讲说是 由这个local MP 你讲说这个MP叫什么 这我真的不知道 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你讲说MP的这个 所谓的详写 可以稍微去寻一下 对不对 好奇查一下 来 你讲说MP叫所谓 member of parliament 国会议员 叫MP 你讲这个当地国会议员 所把它给 这个自发起来的 然后很重要 用法很重要 你看 你讲某一事情开启 是因为什么 某个人所发起的 很重要 你讲 something begun something was begun something begin 应该也可以 begin就好 不用这种被动用法 因为begin也可以用 就是不急误用法 急误跟急误都可以 主客相反 所以这里也可以用 主动说法 你讲 the inquiry began at the instigation 好重要 这at用法 稍聚一下 我要强求这个介细词 at 好不容易 可以稍聚 所以你可以怎么改写 这个句子 the inquiry was instigated by a local MP 这样讲就好 对不对 来看第二例句 they were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the instigation of acts of terrorism 对不对 他们被逮捕 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他们被怀疑 说他们去煽动 恐怖主义 对煽动恐怖主义 这些举止 举动 可以稍聚 所以你讲 instigate instigation instigator 好不好 这三个刀 相关刀 我要选一下 很重要 往下看吧 来 下一单子 你这样叫 transcendental 这单子好奇怪 transcendental 可以稍聚 transcendental transcendental 讲说超厌主义的 超凡的 玄奥的 你讲说 经验主义以外的 感觉起来 是那种比较悬的 你讲说 比较不是那种 靠经验的 非常悬 是不是 可以稍聚一下 transcendental a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event alger idea is extremely 非常特别 an unusual and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ordinary ways 没有要用一般的方法去了解 非常超厌主义 你不能靠经验 transcendental 可以稍聚一下 transcendental 对上帝本质的 超厌主义看法 你不能用经验 来看上帝 上帝总是怎么样 你讲说 要我们用新的方法 你讲说 要怎么样 是讲 新一根新的变化 a transcendental vision of the nature of God 不能用这种经验主义 它是非常玄奥 transcendental 这单字应该没关系 你讲说 transcendent transcendent 是使用词 非常卓越的 一个非常杰出的 对不对 你看 这单字没关系 后面今天al是使用词 有没有al是使用词 transcend 你讲说就超越 你讲说去超过跟超出的意思 对不对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很重要 有一个词组 可以稍微学一下 你讲说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可以稍微学一下 你讲超脱禅定法 就通过默念真言 来使内心平和的一种方法 对不对 可以稍微学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这种词组可以稍微学一下 还是trademark 商标明 a brand name for a method of making the mind calm and becoming relaxed by silently repeating a special word with a series of words meditized 可以稍微学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咱们往下看 那一下要学这个单字 叫做receptive receptive的意思讲 就是对于这个 心思想或建议 乐于接受的 从善如流的意思 willing to listen to and accept new ideas and suggestions 对 非常愿意去听从 对 去这个 接受这样的心想法 跟建议 receptive 对 从善如流 对不对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说法 你讲说这种 通常是approving 是不是 你讲说政府 对制定这个 资讯自由法的意见 冲而不闻 the government is not receptive to the idea of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可以稍微学一下 对什么事情 非常接受 我们讲 be receptive to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 非常接受 我们今天 to就接一词了 来吧 看一下什么 词类变化 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相信要给 但是我确定 有没有给 你讲说 这个所谓 receptivity 看有没有这个单字 我相信有给 你讲说有给 只是想 他有两种名词的说法 你讲说 你讲receptiveness 或是receptivity 都可以 receptiveness 或是receptivity 都可以 这样一个从善如流 对不对 这样一个 这样的 这个quality 这样一个feature 你讲说 the government's receptiveness to reform 你让这些to 这些意思 这边不是介绎词 稍聚一下 是介绎词 没有错 reform可以当名词 receptiveness to something 稍聚一下 是不是 所以要会 receptive 两种词也变化 好不好 你要把它变成名词 可以变成receptiveness 也可以变成receptivity 趋一加iv itys ok 好不好 上去一下 只是重要改吧 对不对 receptive receptivity 是重要改一下 上去一下 往下看吧 来三专制你讲叫weigh w-e-i-g-h 可以稍微取一下 很重要 weigh weigh除了讲说量体重 你讲称多少体重之外 了解weigh本身 也可以讲 就很重要的意思 有影响的意思 你讲说 to have an influence or be important 对不对 你讲非常有影响力的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讲something weighs 很重要的说法 好不好 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所以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选择新工厂的这个厂子时 是否离高品质 劳动力比较近 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easy access to a skilled workforce weigh heavily with us when we chose a site for the new factory 对不对 可以稍微取一下 你讲weigh heavily with someone 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weigh是接一词 稍微取一下 不是接to 我们不是接for 你要稍微取一下 我会讲说 something weighs with someone 你讲这个事情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稍微取一下 你讲something is very important is very significant very crucial very critical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种使用词说法 但是你可以用动词说法 something weighs 可以什么说法 来要会 你讲说something count c-o-u-n-t count count 除了讲技术之外 你要记起来 点人数之外 你可以讲就很重要 跟要紧的意思 对不对 可以稍微取一下 是不是 好 我们讲说count 是不是 也可以讲很重要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讲说count 跟这个weigh 当动词 都可以讲很重要的意思 稍微取一下来用吧 来吧 往下看吧 你讲vocalization 可以稍微取一下 用语言去表达感受的意思 或想法 叫vocalization 名词 对不对 Vocalization Vocalization 他这样读 反正爱读 耳的音也可以 Vocalization the act of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ideas in words 用这个语言去表达出来 vocalization 可以看这个例句 来 你讲说这个 与西方立场 不同立场 和观点的表述 the vocalization of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that differ from the western position 来 你讲 当然它的动词叫什么 vocalize 没问题吧 你讲 V-O-C-L-I-Z-E Vocalize Vocalize 你讲去说出来 用语言表达 等于什么单子 Verbalize V-E-R-B-A-L-I-Z-E Vocalize 等于Verbalize 一样的意思 你讲 大多数病人 都觉得 羞耻感 很难说出口 most patients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vocalize feelings of shame 对不对 当然啦 it's hard to put into words it's hard to be put into words 很难把它放进 这个语言里面 对不对 你讲 to verbalize something to vocalize something 也可以有个片语 to put something into wars 好不好 可以少许他这个说法 往下看吧 好不好 像张晋要学的叫做 praise worthy 值得赞扬的 好不好 什么很多worthy news worthy trust worthy not worthy 对不对 seaworthy 对不对 你可以少许他这个说法 praise worthy seaworthy是SEA 不是SEA 稍微句一下 SEA seaworthy 讲究事于航海的意思 这要少复习他的说法 你看 很多的 很多的worthy 这样结尾的说法 对不对 你要少许一下 好不好 还有什么说法 你讲说这个 非常让人觉得难受的 你讲说突然想不到 你讲说让人觉得非常难受的 有一种这种worthy cringe worthy 想到 CR-I-N-G-E 你讲说 W-O-R-T-H-Y cringe worthy 负面的 很负面的 你讲就是说令人非常难堪的意思 cringe worthy 很负面的 这也少许一下 来 praise worthy 这种worthy结尾 你看 太多说法 好不好 这就多加一个单词 praise worthy deserving praise 值得赞扬的意思 很简单 对不对 if you say something is praise worthy let me it's worth praise 对不对 它很值得 很非常这个 你讲说就是非常这个值得去被赞扬 对不对 可以少许一下 你讲说 be worthy的话 worthy要怎么用 be worthy of something 我们先o字结译词 对不对 这要稍微许一下 你讲worthy worth 跟worth while 这三个用法 常会混在一起 你讲 it's worthwhile to do something 不过你讲说 something is worthy of being 怎么样 of 后面要接被动 来讲说你值得被怎么样 好不好 很重要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讲 something is worthy of being praised but you will say like something is worth praise 那这边prace当名词 如果你要用动词也可以 你可以讲说 something is worth praising 要V&G 你讲be worthy of 后面要接这个 所谓被动用法 你讲说如果是worth的话 要用V&G 那如果讲worth while 你讲说 it's worthwhile to do something 你讲稍微要用法 这种常会混在一起 真的 所以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OK 来 所以看一下这个用法 你讲说这个值得赞扬 praise worthy 它在紧急时刻的时候 表现的真是你也非常赞扬 值得赞扬 his actions during the crisis 或truly praiseworthy 对不对 可以稍微许一下 我下看吧 来 你讲说可以分开 可以分离的 separable separable 没什么问题吧 你讲说separate separate 对不对 原本是at变aboe 更改那个terminate 是这样 你讲interminable 对不对 你讲为什么后面变成是 aboe 也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讲很多动词 其实后面是at结尾 他不会是趋一加aboe 他上次直接是把at直接去掉 直接aboe 稍微注意一下 separate是sprate 对不对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要变成形容词 可以分开的时候 把at去掉加aboe 稍微注意一下用法 稍微注意一下 真的要稍微去强调一下 demonstrate是一样 对不对 讲dmonstrat 如果是这种形容词怎么改 把at去掉加aboe 读一样改掉 会变成demonstrable demonstrable是讲可以被证实出来的意思 所以这也是同样道理 separate separable 这种稍微最大这种词类变化 可以分开的 可以分离的 可以稍微去一下 来看一下例句 因为讲说这个没有例句 可以分开的 来相反叫什么 inseparable 对不对 前面加iom 反译词分不了的 是不是 inseparable 你讲说形容不离的 亲密无间的 两个人实在是亲密无间 可以稍微去 似乎分不开 也可以这样讲 inseparable 反译词要加iom 讲这种分不开来 好不好 补充个单字 你讲inextrable iom e-x-o-r-a-b-o-e inextrable inextrable 不对啦 你讲说是讲不可以阻然的 可能我有记错 你讲说不知道怎么可以记起来 你讲说这个说法 不太确定 真的要稍微查一下 你讲说这个说法 应该有啦 看到 看到了 好不好 extricate 你讲动词 extricate 去把它脱离跟摆脱的意思 所以应该这么讲 猜一看看 有没有这种说法 你讲说这个都是要去猜一看 好 extricate 有 找到了 很重要 extricate 来你讲不能分开 有个单字 你讲inseparable 对 这个单字 你讲 inextricable inextricable 你看刚才这单怎么读 稍微注意一下 你讲把它分开来怎么讲 extr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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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假如说你把这个at去掉 加aboe变形容词 前面加ion 有没有 稍微注意一下 来仔细看 你讲estr icate 变成是aboe 有没有 是不是 跟我讲这个道理一样 是不是 你讲extricate 但是如果假如说后面去at 加aboe要怎么读 extricable 你看音要完全改掉 你讲demonstrate demonstrable extricate extricable 音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前面加ion inextricable inextricable 这真的比较难点 你讲就inseparable的意思 分不开的意思 所以相反 当然就是extricable 可以分开 只是这个字比较少在用 如果讲extricable 可能查之前查不到 没有错 查不到 是不是 他比较只有这种说法 反义词的这种说法 inextricable 就是inseparable 一样的意思 不能分开的意思 好了 往下看吧 相当之要学 叫做groundwork 基础工作 准备工作 可数名词吗 今天上次应该不可数 what that is done 因为是work 你讲工作 所以应该不可数 that is done as a preparation for what that will be done later 叫groundwork 基础工作 没错 不可数 照最好用法 你也讲说 这个groundwork for something 你讲说这个基础工作 是为未来什么样的事情 做准备 我们接for之间一次 然后你去设下这样的基础工作 我们可以用lay 这个放置 这个动词来搭配 先看一下例句 你讲委员会将在今天举行会议 为下个月的各党间会谈做准备 the community will need today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interpolitis next month 可以稍许一下 lay the groundwork for something 好不好 就把它整个词组把背起来 lay the groundwork for something 往下看吧 相信说 in its entirety 可以稍微学一下 很重要 作为一个整体 全面跟整个的意思 in its entirety with all parts included 可以这么讲 in its entirety 再看一下这个例句 你讲说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完整 读过这本书 I never actually read the book in its entirety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说法 有没有 你讲说 in its entirety 你讲就是什么样 非常这个 所谓的全面 对不对 你讲说 comprehensively 对 holistically 对不对 非常全面是不是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说法 往下看吧 来 虽然在这里你讲 叫这个所谓 expectant 很重要 expectant expectant 可以讲说 期望跟盼望的意思 你讲对于这种愉快 或是非常 当然激动的事情 对不对 非常exciting 非常这个 pleasant的事情 对不对 非常expectant 用法稍微学一下 你讲说 充满渴望表情 the children's expectant faces 你可以讲怀孕的 就等于你讲 expecting 暗句也可以 anti暗句 可以讲怀孕的意思 这很重要 这一讲说 当然expecting 它可以摆在 名词后面 expectant 它强调是 限定形容词 before now 稍聚一下 expectant mothers expectant fathers expectant couples 通常只能摆在 名词前面做修饰 如果讲说 expecting 你讲病人是 ing的时候 用法上该有差 也是讲怀孕的 expecting 你讲ing 也可以讲怀孕的 之前他后面有提到 来 怀孕在神 对 be expecting a baby 你讲说 他就只能怎么样 摆在名词后面 摆在动词后面 she is expecting 你不会讲 she is expectant 不会这样讲 稍注意一下 所以用法要强调一下 你会讲 expecting ing怎么用 你会讲说 sower is expecting 我稍微 is expecting a baby 稍注意一下 a baby 可以把它省略掉 对不对 因为你讲怀孕 就怀小孩 怀婴儿 要不然 你会怀一个老人 你又不是什么 班杰明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稍注意一下这个用法 所以你讲说 someone is expecting a baby someone is expecting 不会这么讲 但你会讲说 an expectant mother an expectant couple 如果讲an expectant father 不是讲说一个正在怀孕的父亲 不是 你要稍知道 expectant可以讲 就是说 即将成为父母的 所以可以讲 即将成为爸爸 这个所谓的爸爸 你讲说an expectant father 对不对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说法 虽然感觉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你讲英文 我觉得这样用 可以稍微学一下 a father to be 是不是 一样的意思 可以稍微学一下 很重要 你讲准父亲 对不对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说法 很重要 所以如果是ant的话 是一个限定名形容词 只能摆在名词前面 amg它通常经线上 是一个叙述形容词 就刚好反过来用法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那记起来 expectant 除了讲怀孕之外 最重要的原始的意思 要复习一下 你讲说 期待的 渴望跟盼望的意思 对什么事情 充满期望跟盼望 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 介细词固定用法 去查一下其他字典 好 好不好 expectant 看一下 讲期望跟盼望 看来没有去描述 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expectant 它就是before now usually before now 所以你讲说 其实expectant 期望跟盼望 也是一样 它通常都摆在名词前面 所以才不会讲说 是后面再加一个 介细词讲 对什么非常期望 跟盼望 是这个原因 OK 往下看吧 来吧 下面往下看这个单词 你讲叫就hurriedly hurriedly 你讲就非常急 的意思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 所谓的inhaste 对不对 应该讲说是 这种非常快速 非常充满 hurriedly 这种副词的说法 可以稍微去一下 很重要 hurriedly 你可以讲in hurry in 空和 h-u-r-y sorry h-u-r-y in hurry 好不好 讲就hurriedly 一样的意思 非常极快 跟快速的意思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讲haste 通常动词用法 has to do something 你讲说这种 do something in a hast 也可以啦 你讲说inhurriedly 再讲说in a hast 我确定是这样 用法没有错 但是还是要去 确定一下好了 你讲说这种 所谓的haste h-a-s-t-e 稍微去强调一下 haste 匆忙跟仓术 讲用法应该稍微看一下 in hast 也是这样in hast 就好 in hurry in hast 可以稍微去 你讲in such a hurry in such a hast such a才要用那a 你讲说 我刚才讲 那个斗词 其实应该 这个单词才对 我需要更正一下 hasen 后面是n的时候 hasen a-t不发音 看 很讨厌 haste t应该发音 haste是发音 t会发音 但是如果你接n的时候 要变hasen t变是不发音的 再稍微注意一下 hasen 你讲说 加快跟加紧 稍微去学一下 你讲说 hasen 加速什么事情 发生 对 什么单词 accel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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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意思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去加速 accelerate 去haste something 一样的意思 赶快跟赶紧 就这个用法 haste to do something 是不是 the president hasen to 你讲hasen 我刚才讲错 hasen to do something has当名词 h-a-s-t 只能当名词 加n的时候 才能当动词 所以你讲说 has 可以讲 赶快跟赶紧 的意思 我今天有学到一个用法 你可以讲说 就加快跟加速 对 accelerate 真的 所以你看 英文就是很多 都学不完 你可以一直往下去探索 这样我复习到 学到了 你也学到了 对不对 不错 是不是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要稍微复习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单词 你讲hurriedly 是不是 你讲就是非常急的意思 就是in hast in hurried的意思 对不对 OK 往下看吧 你讲说这个巡回跟流动 可以稍微学到这个单词 很重要 itinerant itinerant OK 工作巡回的 流动的 travel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usually to walk for a short period 通常是短暂时间去工作 巡回的 好不好 可以稍微学到 itinerant 对不对 你讲那种演讲 是要巡回嘛 对不对 他只能摆在名词前面 itinerant 看一下这个例句 四处奔波记者 对不对 流动劳工 巡回传道者 an itinerant journalist an itinerant laborer 好不好 an itinerant preacher laborer 你讲说 L-A-B-O-R-E-R 就好 那U有 是因为是英式的关系 是因为英式的关系 来 这边稍微学到几个单词 你讲说这个 intinerant 对不对 就要学到这个单词 你讲旅游行程 怎么讲 itinerary itinerary 你跟旅游有关 巡回跟旅游嘛 就是相关单词 itinerant 行用词 名字叫itinerary 旅行计划 预定行程 itinerary 相关单词 讲到巡回 要想有个单词 叫circuit C-U-R-C-U-I-T 对 circuit 你可以讲说 电路跟回路 叫circuit 对 你可以讲就是巡回的意思 巡游巡回之地 叫circuit 这相关单词 可以 你讲 他们在这个 网球巡回 上首次交锋 they first met each other on a tennis circuit circuit你讲就名词 所以摆在最后面 是不是 可以少许 lecture circuit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 所谓的巡回讲学 对不对 lecture circuit 是不是 这些lecture跟 刚才讲 tennis都是一个 attributed noun 对不对 你讲说这样一个 叙述的名词 对不对 可以少许 itinerant 对不对 itinerant当然用法比较是描述一个这样一个职位的人 可以少许一下 很重要 itinerant 也行 这种搭配通常讲 子人 流动跟巡回 当然你可以讲巡回演讲 可以这么讲 itinerant speech 对不对 你就很像刚才前面的说法 你也讲说这种所谓lecture circuit 对不对 相关的 可以少许一下 复习家的评法 你讲itinerant itinerant 可以 好 往下看 相关有学者单词 叫做这个所谓 命令跟指示 commandment 可以少许一下 很重要 commandment 你可以讲说它的动词叫command 名词叫commandment 后面今天MNT 当然你讲说command本身也可以当名词 对不对 干嘛那么多语 因为commandment可以讲 就是说你命令这样一个action 对不对 and order is special one of ten commandments 通常讲的是十诫里面 是不是 什么叫ten commandments 好不好 答案稍微强调一下 真的比较古老的用法 你看 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用这个单词 command就可以当名词 干嘛用这么难单词 command 是不是 所以可以少许一下 什么叫做ten commandments 这样讲的这个说法 是不是 应该讲就那种圣经里面讲的十诫吧 是不是 ten commandments 没错 你讲说圣经这种十诫 就这么讲 the ten commandments 可以少许一下 in the bible the rules of behavior that God gave to Israel through Moses 对不对 可以少许一下 很重要 透过摩西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实践 the ten commandments OK 往下看吧 来 下面要学这个单词叫做hand upon 或是hand on something 你讲密切关注的意思 或是注意听的意思 可以少许一下 对不对 你要注意听上帝给这种指令 对不对 You should hang on God's water 对 hang upon God's water 是不是 hang on something hang upon something to give you to give careful attention to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that someone says 是不是 听说非常留心的去关注 去注意听 对不对 很像我们之前讲吧 heed H-E-E-D 我没有记错话 heed应该要这样用 to hit for something H-E-E-D应该听从 是不挤入动词 没有是挤入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 heed advice heed warnings 他的几乎用法 beheedful of something heed something heed是几乎动词 听从 看来我还稍稍地强调一下 对不对 既然就会不熟 对不对 OK 你讲密切关注 你讲说hand upon hand on something 密切关注的意思 来 所以看一下这怎么说 你讲说他全神关注了 这个听他每一讲一句话 就好像他是女神一样 好像把他当作是个女神 对不对 he hands on her everyone as if she were a son of goddess 可以稍稍取一下 hand on可以讲 就depend on 就count on 就relite on的意思 你讲去以道跟以看 就hinge on H-I-N-G-E 你去依靠跟依赖 可以稍稍取一下 又这样说 还有pivot pivot arm 是不是 所以很多 依靠跟依赖的说法 不要只会这种高中的说法 高中我们大概学了这三个说法 你讲说 depend on relite on 跟count on 对不对 这应该三个是最常见的说法 只是你要记得还有很多的说法 你可以讲说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 现在说法 你讲hinge hinge upon hinge upon 这是一个说法 你可以讲hand on 是不是 可以稍聚一下 pivot on 是不是 都可以讲依靠的意思 太多说法 是不是 来吧 所以你讲说这个 乘飞机旅行的安全性 在一定程度上 依赖对这个所谓 行李彻底的检查 the safety of air travel hands partly on the thoroughness of baggage tracking 对不对 有道理吗 是不是 可以稍取一下 来吧 往下看吧 hand on hand upon something 非常这个 精心的 非常这个警觉性的 你讲非常这个密切的 对不对 去关注 去注意听某个话 可以这么说 往下看吧 sancify 可以稍取一下 这单字 讲究神圣话 圣洁话的意思 sancify sancify to make an event will place holy 对不对 就这样的意思 自然自己叫心开 原本说那种 你讲非常的这个 你讲说圣洁怎么讲 你讲说这个sancity sancity是神圣 对不对 名词sancity sancity 刚好只差一个英文字母 对不对 你讲说sancity sancify 对不对 你讲跟purity一样 purity purify 对不对 就差一个英文字母 一个是t 一个是f 如果t代表就名词 f就变成是动词 对不对 一样道理 sancity 神圣 这样一个性质 sancify 把它神圣化 对不对 这样就容易记起来 所以可以稍许一下 sancify 你讲说 可以讲究死合法化的意思 又这样的意思 去批准跟认可 很重要 衍生出来有这样的意思 to make something socially or officially acceptable 对不对 你讲去把它合法化 等于什么单字 legalize 是不是 你讲说这个 L-E-G-L-I-Z 对不对 legalize something 是不是 一样的意思 去把它合法化 对不对 legalize 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sancify 也可以这么讲 很高级的说法 多年传统 所认可的做法 appracted sanctify by many years of tradition 对不对 可以稍微去一下 那你讲说这种sinct 讲说这种相关的 sancity之外 我真的觉得应该有什么相关的那种使用词说法 看这边应该是找不太早 你讲说sancion 当然不是啊 国际制裁 sancion讲国际制裁的意思 所以要稍微知道一下 发现讲动词跟名词先会了就好 sancity跟sancify 好不好 可以稍微去一下 往下看吧 来 像要学这个单字 你讲叫救神圣的 对不对 你讲sacred 对不对 s-a-c-r-e-d 应该要读sacred sacred holy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单字 blessed b-l-e-s-s-e-d 都讲非常神圣的意思 所以神圣 你看有那么多的说法 sacred holy之外 你可以讲blessed 后面接ed 讲神圣的 对不对 温柔的人有福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对不对 m-e-k 你看都是比较古老的说法 你讲就非常温顺跟谦和 对不对 等于什么单字 来补充一下 m-e-k 你讲非常温顺跟谦和 submissive 对不对 s-u-b-m-i-s-s-i-v 非常温顺跟听话 对不对 submissive 等于这个单字 对不对 你讲meek 等于submissive 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可以稍微去补充一下 blessed 你可以讲就是说带来幸福的 带来好运的 带来所需之物的 blessed peace blessed rain blessed silence 是不是 好 令人高兴一个解脱 a blessed we live 是不是 带来幸运的 可以稍微去一下 也可以讲幸运的 拥有什么事情 你讲submissive blessed with something 比较美式 你讲其实都可以 好不好 可以稍微去一下 blessed 你讲美式 英式都可以 好不好 be blessed with something 你讲submissive 是讲说 文字又带来好运的意思 如果submissive 是讲说这件事情 是 你讲说是 submissive 是讲说 这个人 他被幸运的 赋予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不对 可以稍微去他这样的说法 很重要 好吧 blessed 也可以拿来去 弄比较负面的 你讲就等于什么说法 你讲dan d-a-m-n 用这样很负面的意思 很特别 ok let blessed cat out 来这样的说法 我下看吧 来吧 现在自己讲 keep your own counsel 可以稍微去一下 来 稍微去一下 counsel 在自己的要先会 counsel 带来一下吧 讲counsel 他本身可以讲说 是这个建议跟忠告 你讲劝告的意思 叫counsel counsel 所以讲counsel 可以讲建议跟忠告 对不对 你讲说这样的一个 advice 对不对 一样不可数 counsel 一样不可数 跟advice 一样不可数 稍微去一下 一样不可数 counsel 讲忠告的时候 跟advice一样 都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keep your own counsel 你讲就不透露自己的意见 不发表自己的观点 你不把自己的这个观点 不把自己的这个建议 给分享出来 to not say about what your opinions are 看他怎么讲 你讲说我想知道 安娜对事情的看法 可他总不发表意见 I love to know what Anna thinks but she always keeps her own counsel 对可以这么讲 好不好 keep your own counsel 你讲就是 unwilling to give your advice to another person 对可以这么讲 好重要 keep your own counsel 对吧 我要下个这个单子 你讲ungodly ungodly你讲 其实就是说 不是神方面的嘛 因为我讲造反 你看God 你讲神 godly是神方面的 ungodly不是神方面的 不属神的意思 讲就是说 它是极端的 通常讲是不恰当 是不能接受的意思 extreme or unacceptable 通常讲是不能够接受 叫ungodly 应该没什么问题 看下地区 你讲说我们必须 怎么样 一大早起来 送他去这个机场 I have to get up at some ungodly hour ungodly 你什么单字 untimely 你讲非常unsuitable 你讲 in the morning to take her to the airport 是不是 可以少许他这样说 ungodly 就非常不恰当 感觉起来是 很怎么样 极端的 可以少许一下 好不好 往下看吧 像张静 你讲叫steady steady除了当形容词 你讲非常稳定之外 也可以当动词 你讲 所以就是把它 镇定跟安定的意思 当然讲其实steady 可以讲就是去怎么样 stabilize 把它稳定下来 对不对 你讲steady 他原本就可以讲说 把它稳定下来 你讲叫steady 是 你讲说把它给固定 叫steady 叫steady 你讲说 他把步枪抵在墙上 稳住 然后开火 he steady his rifle on the wall and fire 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你讲说就stabilize 把它稳定下来 对不对 你讲steady 比较讲是说 那种力学方面的 稳定下来 是不是 力学方面稳定下来 stabilize 比较讲 就是说 像你把经济给稳定 经济是比较抽象 因为这个单子 stabilize 你讲稳定 把它怎么给稳定 这意思其实是不一样的 steady something 跟stabilize something 意思还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讲stabilize 比较抽象 对不对 把一个形式 局势给稳定 会用这单子 如果讲说steady something 通常讲是说 把一个物品稳定下来 让它不会倒下来 或是不会滑走之类 那种力学方面 才会用这单子 steady 稳定下来 是两件事情的差别 所以steady 它当动词 又额外这样的意思 你讲就是说 去冷静下来的意思 空伤完 对不对 或者可以讲伤完steady 也可以 你讲说 可以当这个 急误动词 跟急误动词 主要是因为主客相反 你可以讲说 一个人冷静下来 或是你使他冷静 可以这么讲 steady someone 或steady 都是可以的 to become calm and control or to make someone do this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说 喝杯酒能够稳定情绪 some people say that a dream will steady your nurse 对不对 可以稳定下来 镇定你的神经 steady your nurse 也可以搭配这种 受格的说法 可以 很重要 可以稳定下来 这个说法 好 往下看吧 来 往下看这个说法 你讲叫predictive 预言性跟前瞻 像什么单子 Prophetic 对不对 P-R-P-H-E-T 你讲这个 P-R-P-H-E-T 你讲这个P-R-P-H-E-T-I 是什么 Prophetic Predictive 对不对 你讲这种前瞻性的 当然不错的单字 也是很难的单字 好 那你讲说 这一新分 你讲 这一个新分析方法 的预测词 还有代证识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is new method of analysis has still to be proven 好不好 可以稍微许一下 来 你讲predictive 就要想要这单字 Perspective 好不好 腰会 你讲这种前瞻性 Perspective 也是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你讲前瞻之外 他这边有特别讲 你讲说这个 Perspective 你讲说这个 前瞻性 看来我还是要去找一下 你讲说这个 前瞻的这种研究 应该这种搭配 应该不要容易 找到英文 来吧 你讲说 前瞻研究 OK 英语怎么说 来 没错 Perspective Research 对不对 用这单字啊 Perspective 所以我没有记错 他没有给这个说法 Perspective Study 好不好 你讲前瞻性 Predictive 你这样讲预测过来 Perspective 你讲就是说 往未来去做这个 追踪的 你讲往未来 去做这个记录的 这个叫Perspective Research 当然也是有差别 对不对 当然讲Perspective 可以讲就潜在的 你的潜在男朋友 潜在女朋友 潜在客户 都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你讲Perspective Client 就是你的Future Client 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你讲要有这种 所谓Customer Lead Generation 对不对 这可以复习一下 是不是 来吧 所以少许一下 你讲Perspective 一样 查一下相关词业变化 看有没有这种 名词说法 你讲说 都要稍微去确认一下 Perspective 有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 当然你可以这样改 只是他这个 可能比较少用 是不是 来吧 往下看这个说法 你讲说叫做 这个Contemplate 你看这种词业变化 很少在用 真的 还可以少许一下 Contemplative 应要改一下 好不好 Contemplate 当动词这样读 但是如果假如说 使用词要读 Contemplative 再来一次 Contemplative 这要摆在第二个音节 Contemplate 如果使用词 你要摆在第二个音节 Contemplative Involving quiet and serious thought For a period of time Thought讲说是非常安静 而且有非常严肃的思考 这一段时间 非常沉浸的 非常Meditative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沉浸的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 所谓的默想的 Meditative 一样的意思 M-E-D-I-T-A-T-I-V 我补充一下 Meditative 就等于这个说法 Contemplative Contemplative Involving quiet A serious thought For a period of time 来看一下例句 Her mood was calm and contemplative 你讲他的这个 所谓心情 现在非常的平静 非常沉湿 你讲说第二个例句 People began to listen to music for contemplative silence 对不对 你讲这种沉湿的安静 对不对 Silence可以保管什么 Quiet Quiet也可以当名词 之前提过嘛 你讲说contemplate 它的名词叫什么 Contemplation 好不好 这个也要会 Contemplation 你看这个中音都不一样 你看这边中音便是 摆第三个音节 Contemplation 有没有 你稍微注意一下 Contemplate 你讲说Contemplation 然后你知道怎么读 Contemplative Contemplative 所以中音都不一样 使用词要摆在第二个音节 Contemplative 你讲明朝的读文是 Contemplation 对不对 你讲说如果是动词 Contemplate 我相信有这个单词 他应该会给 后面给一下 你讲说这种动词的说法 对不对 你讲这样读吧 Contemplate Contemplate 中音就变成第一个音节了 所以音节 中音摆的地方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都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来吧 往下看吧 像要学这个单词 你讲的叫做荣耀宋 可以稍微去 你讲说doxology 应该这样读吧 没有错 你讲荣耀宋 基督教赞美上帝的诵词 A short him 你讲说这个 H-Y-M-M 大家也稍微去学一下 很重要 Welpon praising God 这样一个诗歌 对不对 这样一个诗词去赞美神 Song was said as part of a Christian church service 对不对 荣耀宋 doxology 你讲可数名词 我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来 所以H-Y-M-M 你可以稍微去学一下 很像那种亨哥 你讲说叫Him Him 讲说其实就是赞美诗 跟圣哥的意思 叫Him H-Y-M-M 这也稍微去学一下 使用词叫这个 使用词应该也没有学过 可以稍微去 叫Himno Himno Himno 你讲说其实应该不是使用词 是名词 被骗了 后面今天A-R是个名词 你讲说赞美诗集 这样一个测集 A book containing him 你讲说赞美诗叫Him 那如果讲说很多 手把他给聚在一起 变成一本书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个单词 Himno 可以稍微去一下 那应该讲说这种 所谓赞美词 赞美诵怎么讲 Doxology D-O-X-O-L-O-G-Y OK 往下看吧 Cloth 给某人穿上衣服 好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 Undress 的相反词 但讲说其实Cloth 不是讲给某人穿上衣服 应该讲说提供某人衣服的意思 If you close someone You provide someone with clothes 是这样的意思 可以稍微去 You provide that person with clothes 我们可以讲说 叫做这个Cloth someone 解决我们孩子的吃穿问题 花费很大 It costs a lot to feed and clothe five children Of course 对不对 往下看吧 来 像单词你讲 叫Shades of Grey 可以稍微去一下 什么叫Shades of Grey 这边其实是G-R-A-Y G-R-E-Y是英式的说法 每次是G-R-A-Y 嘿 你会讲说Shades of Grey 你讲说其实就Grey Area 一样的意思就不确定性灰色区域灰色地带 The fact of it not being clear in a situation What is right or wrong 是不是 那种所谓ambiguity 对不对 讲A-M-B-I-G-Y-T 这样一个模拟两可 是不是 这部电影在善恶之间的这个选择为了上 精卫分明 没有半点模拟两可的地方 The film presents a straightforward choice between good and evil with no shades of grey 对不对 可以稍微去一下 当然讲一定会有模拟两可的地方 你讲那种做人很难嘛 对不对 有时候你讲各自两方面都有自己各自的道理在 对不对 没有那么的Black 所谓怎么样 你讲Black and White 对不对 你讲非黑即白思考模式 通常不是这样 对不对 Shades of Grey 可以稍微去一下这说法 我现在要看吧 来三张经理讲叫Paradigm 我们讲视力跟范例 就example一样的意思 Paradigm Paradigm P-A-R-A-D-I-G-N A amount of something We're very clear and typical example of something 对不对 你讲去给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这个想法 这样一个核心价值 一个非常确切的范例 你可以用这个单字 Paradigm P-A-R-A-D-I-G-N 一个非常clear 你讲非常这个typical的一个example 好可以这么讲 Paradigm 对吧 你讲这些教育家中 有些希望改变当今的文化典型 Some of these educators are hoping to produce a change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paradigm 对不对 可以稍微学下这个说法 Paradigm shift 也可以稍微学下这相关的这种持组变化 行为或思维魔术的改变 你讲范式转移 可以这么讲吗 Paradigm shift Paradigm shift 可以稍微学下 A time when the usual and accepted way of doing or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changes completely 对不对 你会认为说这件事情你讲做的是不对的 你讲不正确 但是现在目前经过社会改变觉得是 还算可以啊 还算OK啊 是健康 对不对 那种概念在里面 对不对 你讲叫做这个Paradigm shift 你讲这种所谓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Paradigm shift 可以稍微学下 往下看吧 像一单字你讲叫的Trinity 可以稍微学下 你讲说这个三位仪体有这种说法 The Trinity The Trinity 通常讲基督教宗 你讲那种三位仪体 对不对 The incristianity The existence of one God in three forms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对不对 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你讲说The Trinity 你讲说其实Trinity本身 名词 你讲单独使用 可以讲说就是三人一主的意思 三合一 是不是 Trio 一样的意思吗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Trinity 可以讲就是Trio 这样一个三人一主 可以怎么讲 好不好 A group of three things of people 人或一个物品 这样三主为一个包装 可以叫Trinity 也有这样衍生的意思 原本的意思 应该这么讲 你讲当代文化 现在似乎是以体育 购物还性 这三样世俗活动为中心 Modern culture now appears to revolve around the unholy Trinity of sport shopping and sex 对 unholy 对不对 你讲不圣洁 对不对 你讲非常这个属世的 十分有害的 你这样附认的意思 可以稍微学一下 不纯洁 不信宗教 unholy 对不对 所以你讲holy 相反叫unholy 前面接义文 可以绕取来这种词类 相反的这种变化 很重要 来看这第二个例句 你也讲说这个 其实你讲这种世俗 我会想要哪个单字 secular 应该比较小的单字才对 这单字应该比较简单 s-e-c-u-l-a-r 可能也不简单 对你们来讲 可能也不简单 你讲世俗的 secular secular 你讲非宗教 应该这单字 比较不会那么冒犯 unholy 感觉起来就比较负面了 secular 是比较中心的单字 你讲就纯粹讲世俗方面的 那叫secular s-e-c-u-l-a-r ar稍句一下 ok 所以要稍微去学一下这说法 来看一下这第二个例句 你讲说这个 阿梅瓦尔 尤其崇拜 西区 科克 库布里克 还有这个斯皮尔 伯格 这三位 above all amemba washes the trinity of Hitchcock Kubrick and Spellberg ok 大家知道就好了 蛮重要 the trinity of something 对 所以你讲说 如果三位一题要记起来 通常那个t会大些 你讲该讲 那个所谓实戒也是一样 实戒那个t跟c 对大写 the ten commandments 对 通常到大写 这一样的道理 你讲三位一题也是一样 这个t要大写 你看 今天想到神学相关 最好有名词 对不对 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the trinity 上位一题 也可以把它讲说 the holy trinity 好不好 稍微去知道一下 来吧 往下看吧 现在单字要学 叫做神学上的 跟神学 这个相关了 你讲这么多 theological reacting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or religious belief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 这个宗教研究 宗教信仰这个研究 theological theological 你讲说他们在一所神学院相遇 你讲说 they met at theological college 来 补充一下 神学院怎么讲 你讲这种说法一定要会 是不是 神学院 セミナリ 看到了 来 你讲 神学院 好不好 要会 所以神学院 你可以用那么简单的单是吗 セミナリ S-E-M-I-N-A-R-Y 好不好 S-E-M-I-N-A-R-Y 你可以用这比较难的说法 你可以讲说是 theological college 也是可以啦 好不好 但这说法就比较多余一点 对不对 college简单 对不对 你讲学院嘛 college college 很简单 对不对 神学院也可以这么讲 theological college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单就好了 你讲说这个 seminary 对不对 这样更简单一点 稍微去复习一下这样的说法 来吧 我们稍微强调一个重点 来 你讲说这个神学 这样讲这个theological 你讲说当然 神学怎么讲 名词 theology theology 对不对 神学跟宗教信仰学 theology 对不对 是不是 T-H-O-L-O-G-Y T-H-E sorry 那个E O-L-O-G-Y OK 来 再补充个单字 你会讲说这个神学家 可以稍微去一下 你讲说后面不是IST 非常tricky 他不是IST 是I-A-N 真的很讨厌 来 theolo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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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去一下 不是IST 是I-A-N 是I-A-N 这比较难一点 theologian 你讲说神学家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讲这三个词类都会 theology 神学 你讲说theological 神学的 你讲去歪加ICAL 对不对 那如果我讲说去歪加I-A-N 就讲神学家 theologian OK 来吧 我现在看下面这单字 你讲precept 是这样读 看一下 precept precept OK 是PR 不是PR OK 我刚才看错 延长 OK precept precept 讲说就是戒律跟准则的意思 通常讲那种道德方面 那种戒律跟准则 A role for action will be heavier especially obtained from moral thought 通常讲是说那种道德相关思想 所得到这样的准则 跟这个所谓戒律 叫precept precept OK precept P-R-E-C-E-P-T OK precept 可以稍续一下 所以讲这样政策违反了 公认的这个行为准则 This policy goes against common precepts of decency 你讲这个正派 对不对 公认行为 对不对 讲公认的 你讲of decency 对不对 你讲of decency 就是公认的意思 对不对 这decency 你讲正派 对不对 这起概念蛮重要 你讲说一些那种 就是说 一个名词后面接of 后面接一个性质 其实就等于使用词的说法 像你讲说这个 something of benefit 就等于beneficial something 一样的道理 of可以变成是一种 形容词的那种性质的概念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precept 你讲这样一个戒律跟准则 好不好 可以稍续 可数名词 P-R-E-C-E-P-T precept P-R-E-C-E-P-T 你讲说这个perception 是讲说这个 你讲这个个人的想法 你讲说这种所谓的 这个假设跟成见 对不对 preception 为什么呢 preception 为什么这单词可以讲说是 这个所谓成见 很重要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单词 你讲说这种 说法都要确认一下 你讲说perception 看来没有 你讲说应该这个单词 perceive 可是perceive是讲说认为跟视为 可以察觉到 叫perceive perceive的名词应该叫什么 真的讨厌 来这要稍微确认一下 真的 你讲说这种单词 可能会很容易混在一起 果然 这种单词很像 所以不一样 你讲看法叫perception 见解跟看法叫perception 看perception perception 跟这个单词 你把er把它改成re 完全反过来的意思 perception 完全没有相关 perception OK 可以稍许一下 假设跟成见 要perception perception 很难哦 真的 所以要不要搞错 真的 我那时候真的搞错 你看 这两单差非常多 一个是percptr文 一个是什么 precptr文 这两单词完全没关系 你讲说 这个perceive 没有错 perceive的这个动词 名词到perception 你讲perception 是另外一个单词 跟这两个没有关系 你讲说precept 刚才讲戒律的意思 perception 讲说是你的这个成见 是你的这个prejudice p-r-e-g-u-d-i-c 有没有 pre就讲先前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跟pr 当然意思完全不一样 pre你讲就before的意思 先前的意思 这样容易记 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个perception 就是你的presumption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你这个之前的假设 p-r-e-s-u-m-p-t-r文 presumption 给大家给回调 一大堆单词 presumption 你讲说一个假定 推测 presumption 你讲presumption preception 是不是 可以上去知道一下 precept 你讲这个戒律 跟准则的意思 都可以上去选一下 真的是比较难一点 OK 来吧 往下看 我们现在要这个单词 来讲cannery 可以上去 罐头场 cannery 这个单词还蛮有趣的 好 你讲说先看这个单词 can 歇人 歇人可以讲说罐头的意思 对不对 好 你讲说can 歇人 你可以讲说当动词 去封罐头的意思 can还有什么意思 你讲说注动词 可以的意思 就是be able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绕口令一下 好不好 这很重要 你会讲说cannery 来看一下 can可以讲说 去把罐头封起来 所以罐头工怎么说 canner c-n-e-r 你后面接Y 变成这样一个职业 这样一个工厂 就跟fisher一样 fisher讲说所谓的渔夫 对不对 如果讲说是钓鱼场 怎么讲 你讲钓鱼 这样一个 应该讲说这样的渔业 稍微圈一下 fishery 你讲说fishery 一样道理 看一下 fishery 就变成讲说渔场 是不是 这样一个area 对不对 fishery 你讲渔夫嘛 后面加Y 变成是fishery 你讲说渔场的意思 所以一样道理 caner 你讲罐头工 后面接Y 是讲说 这样一个罐头厂 了解 是不是 鱼场 罐头厂 是不是 都讲那种 所谓的这个fisher 变fishery caner 变canery 这是有关系的 好不好 有这样的规则在 the factory where food is put into metal containers 对不对 你讲这样一个工厂 把这个食物放进到 这个所谓的 这个金属容器里面 你讲 其实就罐头 是不是 来 可以少许 一个这个相关 绕口令 来 来绕口令一样 你讲说绕口令 因为要会 来 这也稍微补充一下 绕口令怎么说 OK 你讲说tongue twister 对不对 这可以少许一下 很重要 你讲说这个绕口令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tongue twister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来所以我们来绕口令一下 can you can a can like a canner can a can 好不好 当然讲说情 应该是可以再更复杂一点 来 你讲说 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ner can can a can 对不对 你讲说你可以去封罐头 如同一个罐头 可以封罐一个罐头 这是 来绕口令一下 来一个tongue twister 这大家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 as a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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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绕口令一下说法 一个tongue twister 这也可以稍微去知道一下 英文这样就比较有趣 是不是 来吧 往下看这单字 你讲说车辆方向灯 叫indicator 这可以绕口令一下 很重要 indicator 比较专业的说法 接着上我们讲说车辆方向灯 比较要讲 其实就讲说所谓的这个turn signal 对不对 你也讲说这种所谓的这个右转方向灯 right turn signal 左转方向灯 你讲left turn signal 但是signal 好不好 我一直这个含无其职 要enuncié 不要那么mumble 我一边一直mumble 来sorry 你讲说这个turn signal s-i-g-n-l ok signal ok turn signal ok 所以讲说我们应该讲方向灯 你讲turn signal就好了 但是你可以有比较难说 叫indicator ok 你讲说indicator 可以讲说是指示计 对不对 你讲说这样一个 这个所谓的预测 这个所谓因子 是指标 可以叫indicator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指示器 指针嘛 对不对 你讲可以讲方向灯 好不好 很重要 只要记起来有拼法 你看 indicator or 要接是or indicator 稍微句一下 是or结尾的 ok 有没有 讲turn signal 对不对 可以直接讲turn signal 就好了 但比较高级的说 叫indicator 可以稍微学一下 咱们往下看 来 下面这单叫kickstand 可以稍微学 也是跟车子有关的 你讲 a metal part attached to a bicycle motorcycle etcetera that is used to support it when it is not moving when and no one is riding 也可以稍微学一下 好不好 kickstand 你讲说 其实就是当你怎么样 没有人在外面 在 在后面帮忙骑的时候 你讲说你要去把它给 怎么样 你讲说 kicks off 对不对 让它开始嘛 对不对 你讲这个中柱 这样可以按下去吧 你讲说这个叫kickstand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稍微圈一下好了 你讲说这个脚踏车啊 你讲说跟这个摩托车 好不好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kickstand 中文把它称作叫就 你讲说这个撑脚架 kickstand 你讲说这个支撑架 撑脚架 脚架 可以叫kickstand OK 可以稍微学一下 来吧 我这次要补充一下 你讲说机车中柱 你不知道怎么说 你讲说这个中柱的英文 应该是有 这边稍微学一下 你讲说这个汽车中柱的英文 来吧 你讲说这个叫就 你讲说 哎 这边居然没给 你讲说这个汽车中柱 有啦有啦 要往下看 你讲center stand 看到没 center stand 我们讲中柱叫center stand OK 所以讲那种所谓脚架跟支撑架 叫就这个kickstand 那如果假如说中柱叫center stand 中央嘛 center 对 center stand 可以上学啊 这几个相关 那种比较 你讲汽车相关的专用词 来吧 我下个看这个单子 你讲blur something out 脱口说出来 不假思所说 to blur something out means to say something suddenly and without thinking 没有经过思考 You should because you are excited or nervous 你讲非常这个兴奋 或是非常紧张 所以你说话 这个脱口说出 不假思所说 可以讲blur something out b-l-u-r-t 可以上学一下 你讲说to say something out on autopilot 对不对 不假思所 可以上学一下 这说法很重要 autopilot p 这个可以上学 auto OK 你讲说p-i-l-o-t autopilot 可以上学一下 通常这样用嘛 你讲说on autopilot 可以上学一下 你讲不假思所的 这是相关的片语 你讲说没有意思的 不假思所的 习惯性的 on autopilot do something at a drop of a hat 不冲一下 这很重要 要会 你讲说这种就是 没有经过什么思考 好不好 你讲说at a drop of a hat 不假思所 对不对 毫不犹豫的 也可以上学一下这说法 at a drop of a hat on autopilot 对不对 所以讲 if you blur something out let me say something out on autopilot at a drop of a hat 对不对 都可以上学一下这说法 看一下例句 尽管我们事先商定了 要保密一段时间 他还是脱口说出了 说有关孩子的事 非常big mouth 对不对 he blurted everything out every about the baby though we agree to keep it a secret for a while 突然脱口说出道 我不能做这件事啊 she suddenly blurted out i can't do it ok 来看这最后个例句 一个深夜 詹妮脱口说出 他爱他 他喝醉之类 所以马上说出口 late one evening Janny blurted out there he loved her 可以稍许一下 男人心马上变 马上说爱 之后又不爱 也有可能嘛 对不对 来看一下blurt这个胆子 必有urt本身单独的用法 这些上下看 应该是没有 看来他只有这种说法 blurt something out 可以稍许一下 不假思所 说出完的意思 往下看这个单词 叫average out 可以稍许一下 什么叫average out 数量相当 达到平衡的意思 to be or become equal in amount or number 对不对 average out 可以稍许一下用法 看看怎么用 人生一世 往往起落落 到头来还算公道 the heights and lows of life tend to average out in the end 对不对 你讲说数量相当 达到平衡 对不对 你讲说这种 起起落落 对不对 讲的时候感觉是 数量是相当 对不对 可以稍许一下 那种所谓 这个优习参半 对不对 讲说average out 可以稍许一下 来补充一下 你在讲说 有一个说法 叫average something out 这个用法 看一下 一个是不及物用法 那如果及物用法 什么意思 你讲说算出 什么的平均数 可以稍许一下 你讲to average something out is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a set of numbers or amounts 对不对 如果要算算 我每月平均 赚多少钱的话 大约是1500英镑 if I average out what I earn a month is about 1500 pounds 我可以稍许一下 来再补充一个相关的片 你讲average out as something 你讲叫所谓 算出什么的平均数字 平均为什么 你讲说看要怎么用 你讲跟这个 average something out 用法有什么差别 你讲我每年的这个 假期时间长短不等 但平均算来是每年五周 my annual holiday varies but the average out at five weeks a year 来比较一下 前面这个用法 来你看一下 你会讲说 average out something 你会讲说 把什么都给算出平均数 但是你没有讲 平均数是多少 你看我也才补充的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假如说 你要讲 你算出平均数 要平均多少的话 你可以讲 average out as something 你看这很重要 因为主词还是怎么样 主词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讲说 average out at 有没有 看用法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会讲说 someone average something out 你看 someone i 我嘛 你讲说 我把它给算出 这个事情的平均数 i average out what i earn amount 对不对 你会这样讲 someone average something out 但是你会这样讲 你会讲说 something average out at an amount 用法很重要 整条稍微注意一下 好 你讲说这边 这个主词不一样 好 你讲说 average out as something 主词是事物 这样的总数 平均多少 好不好 那如果假如说 someone average something out 代表就是说 某人把这个总数 去算出平均的意思 好 稍微去一下 这个两个之间的差别 那当然 好不好 现在我最主要的 这个片脸的意思 你讲 就是说 是非常平衡的 相当的意思 非常公平 你讲说 something average out 对不对 你讲这就比较 没有那么数学 就讲说 你讲用整个整体来看 非常公道 可以这么讲 好不好 it seems to average out 对不对 你讲 it seems to average out it seems to average out 这边average out 当动词 不是形容词 所以我们要改一下 it seems to average out 一看起来就改起来 似乎是非常公道 可以这么讲 好不好 来吧 往下看这个片语 the crunch 可以烧出去 the crunch 你讲就是一个 非常严峻的形式 你讲说 需要做出 艰难抉择的时刻 educal situation that forces you to make a decision or do something 对不对 可以上学一下 the crunch 打补充几个说法 你讲说 跟紧要关头关系 好不好 你讲说 这个紧要关头 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关键时刻到了 她不得不在婚姻 和事业之间 做出卷择 对不对 the crunch came when she was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her marriage and her career 对不对 可以上学一下 这样紧要关头 来了 对不对 来 补充一下 讲紧要关头 相关的这种 所谓的英文 好 我相信有很多的说法 这边等下稍微去 补一下 要不然实在太可惜了 对不对 紧要关头 我今天都讲过 你讲说这个 exigency 是不是 紧要关头 名词吧 对不对 exigency 你讲说这个 at the crossroads 在紧要关头 OK 是不是 critical moment 一个crucial moment 是不是 这边他应该有给其他说法 往下点去看 你讲紧要关头 对不对 你讲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 就可以这个说法 或者你讲说 when the crunch comes 对不对 可以这么讲 这稍续一下 到底是紧要关头 对不对 可以稍续一下 你讲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可以稍续一下 危急关头 又有这种说法 你讲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看一下这个剑桥没有 除了讲人crunch之外 是不是 你讲说 if或是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一当情况危急 不得几时的时候 可以稍续一下 不得以时 你讲说 实在不行 我们还可以 把车卖了 if push comes to shove we can always sell the car 对不对 这很像我今天 的说法 你讲说 就是到最早的情况 if the worst comes to the worst 你讲 if the worst comes to wars 也可以嘛 对不对 稍续一下这个说法 很像 对不对 conce to 这种说法 if push comes to shove 或是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你讲 就是说 到了一个紧要关头的时候 也有这样一个说法 你看这文章不错 再往下看 你讲 the moment of truth 非常决定性的时刻 对不对 你讲 the moment of decision 对不对 想要这个说法 the moment of truth 可以稍续一下 这搭配词语说法 有没有 就刚才最后这说法 if the worst comes to the worst 如果发生最糟的情况 是不是很类似 OK 这文章不错 好不好 可以稍续一下 你讲说 那种关于这种紧要关头 相关的英文说法 你也讲说 你讲 you are at the crossroads be at the crossroads 处于这种紧要关头 你可以这样讲 be at the crossroads so is at the crossroads 可以这么讲 你讲出来的这种说法 in the need of time 好不好 这个稍续学一下 你讲 need of time 点点一点时间 都非常紧要关头 对不对 你讲 we got me just in the need of time 对不对 在最后一刻 到达这个地点 对不对 可以这么讲 in the need of time 是at the crossroads 还有什么说法 at the pinch 可以稍续一下 也是必要时 在紧要关头 at the pinch 其实如果美式 比较是硬 in a pinch 所以紧要关头 补充完了 好不好 真的很多说法 再来一次 如果讲说 片人先复习一下 你也讲说at the pinch 或是in a pinch 都可以 你也讲 in the need of time 或是at the crossroads 对不对 复习一下 那你讲说 如果是名词exigency 好不好 可以稍去知道一下 或是我刚才讲 the crunch 你可以讲 就紧要关头 当然讲片语摇晦 你讲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对不对 你讲 if the worst comes to the worst 对不对 或是讲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 就是你讲 if the crunch comes 对不对 就讲 the crunch came 对不对 the crunch come 对不对 the crunch comes 如果讲说 现在是 你就用cons 对不对 这过去是 对不对 最后会 当这紧要关头来的时候 如果讲说 要这样翻 当紧要关头来的时候 一定要会说 好不好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 我先可以这样讲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对不对 你讲说 if the worst comes to the worst 可以稍微去 if跟 when 的时候可以互相代换 好不好 稍微去知道一下 crunch 本身它名词 其实可以讲 就非常用嘎吱的声音 嘎吱声 crunch 你讲嘎吱作响 对不对 这应该是最主要原本的意思 这也稍微去选一下 咱们往下看 来 下面要讲这个单字 你讲叫planking 终于是做个单字了 所以这次单字真的非常多 好不好 这压轴 OK 这个讲完之后 就把它给做统整 那这次这个下下礼拜 好不好 应该讲下礼拜 你讲说1月30号 这个有讲真的 你讲就是到这个范围结束 好不好 所以最后要讲叫planking 可以稍微去一下 好不好 来 讲planking 你讲铺板跟苍板的意思 an area of plants used to form a surface 叫planking planking 可以稍微去一下这个单字 好不好 你讲说planking 来 你讲说这个腐烂的这个铺板 叫rotten planking 你讲R-O-T-T-N 控格 P-O-A-N-K-I-N-G planking本身是讲说 an area of plants used to form a surface 这样一个区域 所以你讲说 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I-N-G 变不可数 你讲plank本身 它就可以讲说是木板跟板条 这个时候可数啊 这样一个这个材质可数 但planking 你讲这样一个区域的时候 不可数嘛 好不好 来 我想要两个单字 要补充一下 第一个单字 要补充呢 你讲叫这个所谓的 这个causal相关的 好不好 今天有讲过这单字嘛 causal 你讲说这个所谓因果关系 对不对 不要跟causity混在一起 今天要讲causal的名词 叫这个所谓的causality 可以稍微去一下 causality causality 讲因果律 因果论的意思 就是万事皆有其因嘛 叫causality 你讲说这样的因果关系 可以叫做causality 它有这样的意思 the principle that there is a cause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不一定嘛 对不对 有些事情发生是没有原因的 纯属偶然嘛 对不对 这样讲 这样还是有问题嘛 对不对 causality causality可以讲 就是causal relationship 也是可以啦 好吧 causality常常容易混在一起 是一个单字 稍注意一下 叫correlation 稍注意一下 C-O-R-E-L-A-T-R-O-N 这两单字差非常多 你讲correlation是讲说 这个所谓的相关性 你讲相互关系跟联系跟相关 correlation只是讲说 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 但是没办法讲说 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不确定 那个叫correlation 如果讲说你知道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那就用这个说法 causality 好不好 这两个之间有这样的差别 这可以稍微去补充这个单字 另外来补充这个单字 OK 你讲叫apart A-P-A-R-T 这单字有什么要补充 来 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讲说apart 除了讲说相隔 相距之外 最重要的你要记起来 可以讲说空间之外 可以讲时间 时间的差距 稍微去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例句好了 讲说观众时间 相关的那种差距 最后一个句子才讲到 我记不太清楚 马克跟他弟弟差几岁了 不是两岁就是三岁 I forgot the exact age difference between Mark and his brother Now two or three years apart 看到没 可以用来时间方面的那种差距 除了讲说是距离方面的差距 要记起来apart 可以用来时间方面的差距 好不好 这也可以稍微去提一下 OK 那这次讲解就到此结束 好不好 就这样子 那我现在想要提一个重点 因为讲说这种有关时间 跟空间上的差距 你讲说这种 所谓的说法 是不是 你讲说应该有个说法 你讲说你讲那种 所谓时间跟空间上的差距 讲太多 predate不算是 predate只讲说 时间上先于某个事情 你讲说叫predate 你讲早于什么存在跟发生 对不对 predate OK 你讲说只是讲说 就是说 是早于它时间上存在 所以是时间方面的 OK 你讲说应该有说法 你讲说是 可以讲说是时间跟空间上 都可以的 好吧 我今天稍微去圈认一下 太棒了 找到了 就这个单子 pre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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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看 时间或空间上 处在什么之前跟先于 你看很重要 就跟apart一样 apart是个副词 你讲说时间跟空间上 差距多少 对不对 precede 也是讲是个动词 但是 precede apart是个副词 precede是个动词 但是你看他们两个 都有这样的共同点 对不对 你讲时间跟空间上都可以 好不好 有这样的共同点 好不好 这可以稍微统整一下 OK 所以到此结束 OK OK